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 審查本院委員徐永明等十七人擬據 地方制度法徵定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宣讀完畢 介紹列席官員 我们内政部政務次长花俊群花次长 民政司司长林清奇林司长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刘家伟 法务部参事张春辉 国家通讯委员会检任记证牛姓仁 好 谢谢你们 首先进行提案说明 那我们先请提案委员黄国书提案说明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早 我的这个提案其实非常简单 在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四条之一 我有一个修订的条文 那这个条文是想要针对直辖市议会 县市议会以及乡镇市民代表会 应该订定录影录音以及转播规程 然后这个相关的准则由内政部来定制 那为什么要来提这个修正案呢 主要是因为我在2016年11月的时候 跟几个苗栗县议会的议员 有召开一个记者会 我们发现了苗栗县议会有22年来 没有删减过任何一毛钱的预算 那当然这个也反映出 在各级议会负责监督各个地方政府的机关 他们的议事的运作没有公开透明 然后一般的民众也无从得知 很多的相关的议案 一个公共建设的推动 一个预算案的审查 无从得知 那我们看到这几年在这一届的立法院 我们做了很大的变革 国会有公开透明 那甚至有每个委员会的转播 那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人民有知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地方制度 也应该做这样子的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各级议会 在我们从事相关议案审查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方式 让我们的民众有知的权利 那让人民可以来监督各级议会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薛明委员后来也提了这个相关的议案的版本 当然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希望各级议会的议事 应该可以更加的公开透明 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利 所以我的版本是在于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我们共同来努力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最重要是要让民众了解各项地方政府意识审查的进程 然后同时也提高公民参与的可能 好 以上说明 谢谢 好 请许委员有名提案说明 谢谢主席 这边真的要先感谢我们招委这边 排这个案子 我想这非常及时 年底地方选举 可是我想除了选举的这个选情之外 我想很多人更关心的是我们地方民主 地方政治是不是能更深化 那我想这个地治法五十四之一条这个针定 很重要就成如前面黄国书委员所提的 让地方政治民主更透明 让民众有直接不只是监督 更有参与感 我想地方政治 常常有些事情其实在我们立法院很难想象到的 比如说我想地方议会最重要 预算审查是占很重要一部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以105年预算来看 苗栗县是连续22年 预算03减 新竹县是连续12年 嘉义县是连续4年 云林南投在105年的预算也是03减 这个我们在立法院可能是匪夷所思 这里面代表的是我们待遇室的失职 那为什么会这些荒谬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不公开透明吗 那如果真的让他摊在阳光下 让民众来检视 那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我相信这里面因为这样子预算不删减 不好好审查 产生的这个浪费情况是非常严重 所以我这边提五四之一的这个草案 其实跟黄国书委员的大方向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更清楚的明定 除了秘密会议之外 不论是大会 这个分组审查 只要是我们这个地方明代参与发言的 都应该直播 可是我们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其实发现很多问题更严重 甚至他没有电子计票 算票都还会算错 会议记录 可能会期都结束了 隔了两三个月都没拿到 所以我相信五四之一条的针定 是让我们地方议会更现代化 更民主公开 那这边还是再度感谢 我们主席的排案 这边希望各委员 还有各党团能支持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请花正次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 大家早 首先对于各位委员 对于内政业务的推动的关注和指导 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天贵联席委员会 开会审查徐委员永明等17人 及黄委员国书等21人 分别所提地方制度法 征定第54条之一 草案等两案 本部应要列席报告 倍感荣幸 有关徐委员永明等人 及黄委员国书等人分别提案 明定地方立法机关会议 需办理录影录音 及转播等事项 能促进地方立法机关 意识透明 增加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道 符合社会各界 要求政府机关落实 公开透明 全民监督的期待 有助于民主治理 健全民主政治发展 仅将本部参考意见 说明如下 一 徐委员永明等人版本 明定除秘密会议外 地方立法机关应透过电视 网络等媒体通路 全程转播大会会议 施政报告 直询听取报告议程 及分组审查 并应全程录音 目前地方立法机关 组织准则第25条规定 地方立法机关 会议应公开举行 以及政府资讯公开法第7条 及第8条规定 政府资讯除依法应秘密者外 应以适当方式公开 对于地方立法机关 意识透明已有规定 另外了解各地方立法机关 议事相关资讯公开情形 及对电视网络全程转播 并录影录音之意见 本部以106年10月23号的函事 请各地方立法机关提供意见 其中22个直辖市县市议会 在议程报告 大会开放旁听 公开大会会议记录 及议事录之比例达8成以上 大会即时转播及选选视讯比例 也有7成以上 而204个乡镇市区 居民代表会议 在会议预告 大会开放旁听 比例达8成以上 公开大会会议记录 及议事录也有6成以上 在大会即时转播 及选选视讯之比例 则低于5% 经分析主要原因在于 各议会及代表会之财政情况 及办公设备 人力与专业技术能力不一 且各区域居民使用媒体方式 亦有差距 尤其代表会在即时转播 及选选视讯方面 面临财政较难负担 且居民使用媒体 存在数位落差问题 因此 有关议事公开方式 仍需考量议会与代表会之财政状况 人力与技术设备等因素 并兼顾当地居民接近于使用媒体方式 建议适度给予因地质疑之弹性 二 黄委员国书等人版本 明文授权由本部定定直辖市议会 县市议会 乡镇市民代表会之录影录音及转播相关准则 考量各地方立法机关 依现行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 及政府资讯公开法规定 办理议事公开相关事宜 目前22个地方议会均定有 录音录影及旁听规定 为进一步落实议事公开透明 并参考本部前开调查结果 可考量由本部修正现行 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 增定大会应开放旁听 并规范议程预告 大会与委员会小组织会议记录及议事录等 应于网络及其他适当方式公开 而各直辖市县市议会之大会委员会 应全程录音录影 事后公开于网络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其他机关是否有补充说明 没有 那说明完毕 现在开始寻答 本委员会发言时间6加2分钟 非本委员会发言时间5加1分钟 截止登记时间10点半 好请登记第一位赵正宇赵委员发言 感谢赵委 请花次长 赵委员好 在问你54条之一之前 因为这两天发生内政部部长浙江大学的事件 受课的问题 因为他今天没有来 你是次长又是政务次长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认为他这个是 我有归纳五个点 五个问题 第一个 他是客座的吗 第二个 他是客串的吗 第三个 他是兼职 还是兼客的 第四个 他是短期讲学 未领费用 这很重要 未领费用很重要 第五个 学术交流 他属于哪一种 你觉得 你认为 各位委员报告 昨天部长中午的记者会 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那这主要还是以学术交流为主 那并没有涉及到兼职等等相关的议题 那时候他是在做什么 台大教授 台大法学院的教授 是不是 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费用 有没有领取费用 这个很重要 就是没有 确定没有 只有交流而已吗 学术交流要28天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会有 这就是visiting 就是领奖到别的大学去 一个段落嘛 一个课程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 他们今天 为什么大家会质疑这个问题 这个对执政者是非常重要的 你今天说 另外一个某某教授 有监客的问题 对不对 在对岸 你自己本身之前 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跟社会大众说明一下 你今天是为什么去那个 对岸 中国大陆去讲课 为什么 就像你讲的 他学术交流 这个各 这两岸啊 学术交流或经济交流 文化交流 这都是正常合理的 我希望啊 这个要摊在阳光下 给大家看 不要为了这个东西 有没有 畏畏缩缩的 要说清楚 讲明白 是 让民众能了解 有知的权益 讲到地方自助部长 五十四条之一 这个非常有用 我刚才问我们 你们内政部的一些 那个客长 我问他说 地方自助部长规定 是任期 民意代表 多久来开一次会 有没有 他说两个会期 一定要来一次 五十四条之一很重要 市长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啊 他开会都不来的 签到他也不来 他只有一年来一次 两个会期嘛 下半年一个会期嘛 半年一个会期 上会期还是下会期 他只来一次 签到就好 民众并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来开过会 也没有省过预算 刚才其他的立法委员说 某个县市的预算 从来没被删了 其实他可能不知道 那个县市都很穷 穷到哪有钱给你删 你听懂我意思吗 他真的自己日不复出 根本都不够 他怎么去删 他非常拮据 中央还没有补助他 那我当民意代表当了20年 我常跟我一些朋友讲 很多人心得当议员 当了代表 当了什么东西 跟我讲 这个代表怎么做 议员要怎么做 什么要怎么做 我说 哪一本地方字录 你回家看一看 你就知道你怎么做 所以部长 地方字录法 是不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今天修订这个法案 对人民参与 那个参政权是非常重要 还有知的权益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一定要落实 要尽速立法 落实地方机关的意识转播 就跟我们立法院一样 很多立委以前 从我们这一季开始 大家都知道 没有什么秘密协商 都是公开的 而且每天都是 电视上你绝对看得到 而且是国会频道 那地方是没有国会频道 可是地方有地方台 但是它的局限于几个频道而已 一般民众它是看不到 更不了解的 我们是不是 趁这次立法的时候 弄个全国性的 一个单独的 各县市在一个频道里面 一直轮流播放 才能知道说 这个议员有没有来 这个名单有没有来开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部长应该可以吧 我乐观其成 各位报告 就资讯公开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 这个转播系统一定要成熟 绝对是全力支持 那当然我们在我刚刚的报告上 你只有地方有人可能看不到啊 你懂吗 他们不知道 像我们国会电视 你看第四台 你无线电视什么东西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让大众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它应该地方 只有在地方台 反正它地方 搞不好它也不知道地方 有地方台的东西 好不好 大部分都是有线电视 无线电视还可以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地方制度法中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里长 那有人问我说 立委大还是里长大 我刚才说里长比较大 他们问为什么 我讲里长有官房 对不对 他直张是政府的 怎么会没有官房 某某里办公处 那是谁发的 市政府发的 科长你知道不知道 有这个东西 市长你知道不知道 还有他的职张 里长某某某 这个都是 那个 这位是哪位 市长 市长 市长我讲的对不对 市长你来答 对不对 是不是 里有突气没有错 但是他只是便于他 因为做通知使用的 而不是去 做证明通知使用的而已 他不是当 对嘛 里办公处它不是一个机关 它只是一个 好啦不是机关嘛 我常讲嘛 那个他证明 那个证明很重要嘛 我们立法院 你有没有来 立法委员 你有没有给我一个纸张 你有没有 那是不是比里长还差 里长还有了 是不是我讲了什么道理 你们搞不清楚啊 那里长还该一个 某某里办公处印 这个还不是 这是市政府给的吧 是不是 他不是自己磕的吧 我们立法委员来一个 不是自己磕的 我自己都 也是我自己磕的 连纸张都我自己磕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我在讲说这个很重要 这个里长 他到底保险是公保还是劳保 市长 他到底是公务人员吗 也不是 公职人员也不是 对不对 他是民选的 我问过很多里长 我说你们保险是保哪里 保劳保 我说你哪里劳保 你也不是劳工 你怎么劳保 我以前没有当里长 可是我可能在做生意 或是上班 有没有 后来选当里长 他全部都是在哪边 职业工会 市长你知道吗 跟委员报告 我们里长因为他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等于是说 对嘛 他领事务费的嘛 是不是 他那个事务费是一个工费 不是一个薪水 对他不是薪水 他是依照他原有的职业 去做投保的 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嘛 我讲给你 我的意思你听得懂吗 对 你要保障他们嘛 每个地方不一样 司长你搞不清楚啊 那今天 他们这个互助金 万一有没有 执行公务的时候死亡 商账补助费 各地方不一样 市长你知道最高是哪里吗 商账补助费 民意代表 我告诉你啊 桃园市啊 最高20万啊 其他的5万的 7万的 8万的 你根本 内政部你也没有统一过 都是他们这个里 那个里长有没有 一个有一个互助金 有没有 办这个问题 办这个 办这个这个商账补助 他为了公家做事 因公受伤 因公身亡 他的价格 却是这个样子 只有互助金给 我们内政部 却没有定一个 有没有 慰问的一个标准 市长我讲什么道理 那你说 今天全部都是老保 那没有老保的时候 没有工会的时候怎么办 跟委员报告 我们其实里长 我们有要求 地方政府要编列 1万5千块的保险费 给里长来 那是保险费啊 是 对啊 那那个 我说老保啊 公保啊 他又不能公保 又不能老保 他没讨完莫里修啊 我们是他的职业 按照他的职业 也有投保农保的 也有那个 这个部分是按照 各别的保障去保啦 对啊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嘛 是 他这个角色非常尴尬 你现在懂意思吗 那你说他是公职人员 他又不是公职员 他民意代表 也不是嘛 你讲又公职人员 你说是哦 他是公职人员 那你就可以保公保啦 怎么不能保 所以你回去修法 看一看 研究一下 民意代表跟那个村里长 这些地方的民选人员 都没有投保 都没有投保 我们可以保公保 你知不知道 那是专任的 对啊 你知不知道 要了解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请陈一杰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有请华次长 陈伟员好 次长早哦 其实教育部 因为卡管这件事情 其实赖院长已经拉高层级 要筹筹所谓的 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 那当然就是说 这把火烧也烧到业部长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 内政部要不要就避嫌 跨出这个 退出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 包委员 这个部分当然还是由院这边在主导 或教育部在主导 那我们就在内政部就是 配合办理 就配合办理 那你觉得会不会就是退出来 或许可以减少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声音 然后也有一个避险的一个作用 我想应该没有必要 因为其实叶部长昨天在记者会已经很清楚的表达 他的个案的这个状况 所以但我还是觉得说 当然说归说 但我们觉得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到最后还是不要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了 因为相对难看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因为清明儿童廉假之前 新竹发生那个飞天椅的意外 这个社长应该非常的清楚 那很多家长其实看到了 其实非常的惊吓 因为更重要的是 其实还发生了出另外一个问题 是说移动式的机械 机械游乐设施其实没有办法可以管的 那其实依我去了解 因为我去翻了一下那个法令 其实儿少法其实就明定 他的基本法其实明定 其实游乐设施的这个部分 其实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 那机械游乐设施在建筑法 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规定 那所以次长我想请教一下 你认为这一次发生这样意外的 这种儿童设施的这个意外 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所谓建筑法的一个规范 报告委员 那个建筑法所管的这个游乐设施的标的对象 它是固定在地面上的部分 那它就要申请杂像执照 以及要符合各项国家标准 它才可以营运使用 那现在比较确实比较麻烦的是移动式的 因为它并不是固定在土地上 所以它并不是用建筑法和申请杂像执照管制的部分 那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在 卫福部有类似针对电动游乐 儿童的电动游乐设施 它有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 因为就是次长我想跟你探讨的是说 第一个就我刚刚说 其实儿少法其实明定在这个基本法里面 游乐设施其实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 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就像次长您说的 有可能是因为七条之三的部分 它就是固定式的 但是问题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是说 其实这类移动式的游乐器具 譬如说大型的气垫 那或者是旋转飞机啊 摩天轮啊 海盗船 其实这个在卖场 百货公司的顶楼 其实这个都非常的普遍 甚至是夜市 那其实发生了意外 感觉现在很多父母亲觉得说 发生了意外 好像政府都要退卸责任 那只说一个没有办法可以管 那到底我们当今天事情发生 谁来保障我们的安全 其实这非常的重要啦 那当然其实就像您说的 它差在说就是移动式三个字 那到底有没有办法说 可不可以我们用一个韩式的方式去处理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在条文里面 去修正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办法 因为我觉得内政部 基本上你还是要主动嘛 不要站在一个所谓的被动的状况 这样子啦 因为其实这是 现在的父母亲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次长应该就是 六日初去年开心 这其实是非常普遍 包括在夜市 那你说这个安全的管制上 是不是应该严格控制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因为小朋友 如果发生意外 这是大家都不想见的嘛 所以有没有办法是说 我们从一个主动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用韩式的方式去处理 或者去处理这个管理 修正这个管理办法的部分 包委员呢 当然我们当父母的 当然都会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但是当然从建筑法的角度 却比较不适合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因为建筑法 它本质上 它就有它的一个 从建筑的概念的一个规范 因为77条之三 你试试说 因为你内政部令定有 机械游乐设施设置 及检察管理办法嘛 那它第二条明定就你说的 就是机械游乐设施 只建筑基地内 故着于地面或建筑物嘛 然后其实 就是只差这个移动式三个字 就变成说 今天就算发生意外 都没有办法客管 政府也没有办法客管 我想倒不是 这个部分我们倒乐意愿意跟 像卫福部或经济部 相关可能的主管机关 我们再来研商 看怎么样来面对 这样一个法的漏洞 我们内政部其实 因为既然而是有法 已经明定 我们是主管机关 在这个游乐设施里面 那所以如果 今天只差三个字 今天发生意外了 其实我觉得内政部应该 基于一个比较主动的方式 不是被动的态度啦 因为你不要说放任 这样子移动式的机械游乐器具 好像我没有办法管 到最后感觉 好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随时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到最后 其实都大家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我觉得内政部 真的是责无旁贷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有关今天的修法 就是看起来内政部认为 目前有关地方民意机构 已经有规范 而且其实有考量 很多相关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有关于 关于这个意识透明的部分 我相信是没有人 会去反对这个部分 但是我想探讨的是 因为当时台北市议会 建制直播系统的费用 其实是2496万元 那新北市议会的费用 其实也将近快要1000万元 那如果今天法案过了 其实地方未来会不会 就是说可以要求说 中央你可不可以补助我一点 因为有可能 我也没有这样子一个费用 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建制费用 那如果地方议会机关的财政 复合不了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办 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报委员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还是以地方 他能够支应的 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去做啦 因为终究在这个部分 还是属于地方自治事项的内涵 所以说先接到我们 但我还没有去评估 考虑说要对地方 在这个部分有任何的补助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因为各地方 他其实财务状况不一定嘛 那如果这样推动的话 另外一个部分就我们讲的是 刚才讲的是建制的这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 其实就还有维护系统的这个部分 因为就光我们立法院为例 其实一年的维护费用 其实将近要1658元 那这样其实我们非常担心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建制 跟后续的维护费用 其实看起来 它不太可能一步到位 所以到最后 我们很担心到最后说 我们这样推这样推 没有错 其实这样子也一个拒绝黑箱 然后透明的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没有意见的 也非常的赞成 可是如果推到最后 到最后还是人民去 全民去买单 那我觉得会不会制造在 另外一个反弹的声音 或者是怎么样 这部分次长怎么看 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我们内政部的态度 是希望县市议会 能够落实这个部分 但是对于这些公所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还是 因为还有代表会的那个部分 对那个部分我们就不 我们认为其实要因地制宜 依照地方自己的量 就不强制他们这样去推动 那如果说三读之后 那比如说有一些地方 它的财政就没有办法附和 那这部分要怎么样的 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看是要怎么样的处理 还是就放任他们就 对啊因为这部分我觉得 推动上应该还是要一个 完成的规划嘛 当然我会建议如果说 某些地方政府 它的经费能力不足的话 其实透过网路的方式 那个成本当然就会 比较大幅的减少啦 不一定要电视的 这个直播的方式 所以说其实方式上面 其实我们会保留弹性 所以方式上还是会保留弹性 不一定就是完全要建置 跟维护这样庞大的费用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换发新身份证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确定的这个时程表 因为我们看你们好像 还有提供所谓的这个设计奖金 那很多人都质疑说 你要征一些案件 然后是不是为了要消化预算 还是什么原因 因为第一个我也不知道 确切的时程 换发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让我们了解一下 就换发时程这个部分 因为终究整个身份证的功能 或者它的封面表面上面 第一层的要揭露什么讯息 这部分确实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沟通 让全民在有相当的共识情况之下 我们来做最后的对案 所以在还没有共识之前 基本上是不会有这样子的 我们会持续的沟通和讨论 OK所以并不是为了广州民间设计 提供奖金 然后是为了消化预算 应该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身份证又是一个 2300万国人都要拥有的一个部分的东西 所以说当然希望有更大的参与 所以在还没有 大家都还没有共识之前 其实基本上这个时间上 其实时程表 其实都还没有一定的一个时程表出来 因为其实我觉得相关的争议 就是像包括我们所谓栏位的部分 比如说身份证栏位有12个 剩下5个 然后像取消配偶 性别父母姓名等等这些 包括其实上次 我记得部长来说 我们也有讨论到 其实幻发身份证这个 其实还有牵扯到一些很大的利益 很多外面都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攸关全民利益的事情 我们还是终究希望 内政部可以全面的去考量 然后整个发包的过程 还是要公开透明 因为毕竟全民是有知的权益 好 谢谢委员 好 请张红路委员 不好意思 请次长 红路委员好 市长 今天我们这个地制法修订的这个 你们刚刚的那个报告有看过 但市长 你知不知道在有地方议会 曾经有媒体要进去直播 结果议会不准 后来打官司败诉 你知道这个案例吗 我没有掌握到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啦 是 我跟你讲 在澎湖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有开放第四台的直播了 所以有其他的媒体呢 要进去直播 他不准 所以其实啊 我不知道市长 你知道现在各地议会的转播情形 你知道吗 有 我们有做过调查 可以请市长回答 我们有 包委员我们有做过调查了 那目前后 各县市议会 有随选视讯的 应该说 没有随选 有16个县市有随选视讯 那有六个县市并没有 部长 次长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方向 大家都支持啦 都支持 可是如果代表会也要全面 那你觉得呢 我想代表会终究 它涉及到它的经费 还有地方人民的这个 所谓的资讯落差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认为代表会的内容 我们不宜要求到 像对县市议会或对国会 这么高层级的要求 我担心的是啦 如果要全面要做的话 代表会 它可能没有这个预算 来负担啦 到时候我们中央 我们内政部有没有算过 如果真的要这样实施的话 如果代表会要求 补助的话 你们有没有算过 大概要多少钱 包委员这个当然我们没有算过 因为我们就态度上面 我们也不认为 我们也不希望说 现在就全面要求代表会 这个部分来 针对这个大会 及时转播这个部分来操作 这一个部分我请市长一下 市长你们都没算过吗 包委员这个部分因为很难算 我们不晓得这个 包括到整个电视的一个费用要多少 我们这个都没有算过 我觉得不能说很难算 我今天我如果我们在这边 立法院如果真的通过了 那你再来准备吗 不应该这样吧 你至少一个盖瓜的东西出来吧 不然我这样你看 我一咨询 我一问你就倒了 你就回答不出来了 那我如果继续逼问的话 你怎么办 包委员我们的认为 就是直辖市县市 因为我们是要求一个更高程度的透明 那至于代表会的部分 我们是觉得说从网路 从那个议事录的公开 从这边开始来做起 然后慢慢的 如果有能力更强的 他们透过地方的一个合作 他可以把它做起来 我觉得做事情的方向 不应该这样 今天法令业务可能往这个方向走 身为内政部 这主管业务 本来就有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 该有的东西要准备出来 而不是一句我认为不应该怎样怎样 然后就完全都没有方案 次长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包委员当然这是 确实我们的准备也确实不够完整 这是事实 那当然如果硬要来 就是初估的话 以一些县市政府大概的经验 假设我们大概用 一千万当做一个单位的话 那有204个乡镇室代表会 所以大概就要20亿以上 那当然这个部分 就是如果说由代表会这边来自行筹措 确实有他建置上面的经费压力 后续的维护当然又是另外一笔钱 那当然又是更麻烦的 我为什么要点出这个问题来 为什么要师长要来回答 如果在修法的过程里面 大家提出的问题 你内政部应该基于 你们的业务你们的执掌 你们应该说出他的困难点在哪里 甚至你们应该可以改建议 我们的地方的代表会 多少人口以下或什么的 我们用网路或什么的 这样子其实可以达到公开透明的方式 又可以省钱 不然我想请问一下 比如说我以我们新北市的乌来好了 人口大概一万多 代表只有七个 那你觉得 有花这么多钱 然后达到那个效率吗 如果你用网路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了 都有什么了 其实这个成本是不是相对的大幅的降低 是没有错 对不对 没有错 我觉得我请师长 师长 其实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要有很多的对策 不是说在办公室里面这样子看 然后这样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通过了之后 大家都朝这个方向 认为应该要公开透明 方向都是对的 但是如何去执行 不要这个法律通过之后 我跟你讲 三年后再来检视 哇 这个执行率非常非常低 我相信这样子的话 反而到时候人家就要开始骂你了 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一个执政团队做这样没有效率 我觉得对社会交代不过去 该讲的话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把事实说出来 让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不同的配套的方式去做 市长 我希望你趁还有时间 后来你赶快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一个好的政策 我觉得大家要来推动 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 救国团到底是教育部主管 还是我们内政部 包围 就团体的部分 当然是内政部是有主管 因为我们有和团师 所以说就团体的组织 运作 这个部分是我们和团师 会晤的部分 是我们内政部 但是他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是教育部 他登记在哪里 目的事业主管 主要是教育部在管他的整个 对啦 他那个是依他的内容 是教育部 但是他登记呢 登记 他是全 他的社团啊 会晤的部分 登记当然是内政部 他登记是在内政部 这是会晤嘛 是 我其实啊 大家都是为了台湾好 为了是做事情 像之前啊 媒体有说 他没有经过很多人 各相关政府单位的同意 而禁制说 他主办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那关于这个 我们内政部现在 有没有任何的处置 跟委员报告 其实他如果涉及到 呃 旅游 或者是补习 补习 不是不是不是 市长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直接就讲 他们办青年节 北洋大会这件事情 是 嘿 然后把所有很多的机关都列明了 那结果很多机关现在再来说 包括你们内政部也说 你们根本就没有同意 没去看那个位 我们有发新闻稿 去澄清这件事情 我知道 那现在怎么处理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暂时就是 先用这样的方式 现在的方式就先停下来了 哦 市长 我本身其实 救国团这个组织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 大家还有经过程序 公听会或什么的 这些程序来做 我们现在目前不要有任何的定论 我个人倾向是这样 如果他有错 我们之后处理 可是如果一个 一个社团 可以这样的话 不好意思 市长 我今天很多的 很多 我举随便一个 另外 我们不要 我随便一个社团 我可以发文说 谁谁谁都跟我合办都怎样 他可以去募款 他可以去什么 我们如果这个没有 你没有任何的妥储 或是应该本于行政裁量 裁法或什么的 你等于鼓励其他的团体 也可以这样办理 不然我以后我也可以讲说 为什么救国团可以 我不可以 那救国团只是 各政府单位发一个文 说我没有而已 这个我觉得此风不可掌 我们当然是可以 如果他有再犯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依据人团法 进行必要的裁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认为再犯 才去裁处 这种事情知识体大 你应该马上就要惩处 一 规定 赶快要惩处 惩处的轻重 你们自己拿捏 但你应该让其他的社团去看到 我不可以这样 不然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 我真的啊 我现在我开始 大家都可以来啊 这样整个国家就乱了 了解 了解 我们回去会研究 好好研究 一般人 像这种救国团 是用政府的名义 我如果其他的 我冒用其他的社团的名义 我冒用其他的 募款的社团的名义 我都去发文 反正救国团也没事啊 这样子整个台湾乱掉了 是 了解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请刘士芳委员 谢谢主席 各位请次长好吗 谢谢 刘委员好 是 你早 次长 那个针对那个地方制度法 今天所提出的这个修正案啊 包括黄国书委员 或者是徐永明委员 大概内政部的方向 应该都同意吧 报告委员 我们当然就方向上 绝对是支持这个 会议的资讯透明公开 是 那我们比较 还要再讲详细评估的是关于 执行面 执行面的部分在 那个代表会的这个部分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不止代表会 现在非直辖市的几个议会里面 还是有人并没有做这种 对没有没有做 哪一些 这个部分我们支持 有哪一些还没有做到 报告委员 就大会即时转播的话 现在是新竹县 苗栗县 金门县 跟新竹市 还没有做大会即时转播 所以还有四个县市都没做到 那代表会的部分的话 那个在内政部的立场 会觉得说我们慢慢来辅导他 但是大部分人会关心说 那你这样要动用金会多少 您刚针对张宏路委员所提到 说大概要20亿 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村里 这个乡镇代表大会或者是议会 并不是365天天天开会 你要去不管是频道也好 或是做直播的这个部分 会需要这么多吗 我觉得你这个估算有点太过 报告委员这个部分是设置的 那个建制费用 你说建制费用 那未来的这个操作执行的话 那当然那个就看 是没错 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直辖市或县市议会 如果可以按照他自己地方制度法 来编列预算的话 应该可行 但是如果是乡镇的话 可能要做一下补助 因为我觉得说目前 今年年底就会针对地方 的这个各级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县市长开始选举 如果我们内政部有这样的方向说 未来的问证 不管你在哪一个层级 从基层到最高的国会殿堂里面 都有这样子对外 可以对外来表示说民意代表监督的功能 而不是讲一些五四三的 或是随便做一些 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认可 我想在公民社会的建构上面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内政部应该提出 你们的未来怎么样协助 乡镇代表会来执行这个部分的实陈表 好不好 报告委员这个真的要我们回去 再仔细评估一下我们的量能 因为我们自己的 我是说请你们提出你们的实陈表 我不是说叫你们马上就要做到 了解 实陈表要提出来 然后再给我们回复 好吗 是 没问题 那第二个我想要质询的就是说 你晓不晓得有一些已经担任过 地方代表的人 包括议长或是议员 结果他们可能因为中风或是其他的方式 没有办法真正执行他的职权 你看一下 譬如说苗栗县的议长 由议长 然后澎湖县的议员 这是一个大家看了非常奇怪的一个画面 他要去报到盖章的时候 旁边五六个人帮他盖章 然后这位议长或是议员 他没有办法直接 真的去执行 他自己担任民意代表的角色 在我们地方制度法里面的80条里面 我认为是有缺失的 那可能次长或者是相关的 我们内政部的官员也知道 那我打电话问你们的时候 他说没有办法 我们要尊重地方议会他们的一个职权 这样对吗 这样对得起选民吗 报委员 这确实就是在 中央在面对地方自治事项 特别是这个议长的这个任职权 他又是高度地方自治的一个议题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个事情的拿捏 目前确实还没有办法到非常非常的明快 说yes or no 这么明确 为什么 因为终究他是一个涉及到地方 有两个层级 第一个议员本身 议员本身按照你地方制度法的话 是说如果连续未出席定期会打两个会期的话 要解除他的职权 那解除他的职权的话 坦白讲 如果他自己犯了犯罪 那是另外一回事 赤脱公权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现在讲的是罹患重病 所以不能够执行职务继续一年以上 但是你们又说要两个会期 两个会期你的意思是等同一年 这是议员职权上面你要解除他 目前为止全台湾并没有因为罹患重病而被 内政部按照地方制度法80条解除职权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议长 议长他当然是议员选举出来的 那这个议长也是因为长期患病在家 那他能不能长期请病假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 已经长期到能不能真正站上直询台 或者站上主席台去担任议长的角色 或担任议员的角色 这个地方的空窗期太久 实际上这个苗栗县议长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的议员的部分 已经不是最近才发生 非常久了 但是我们的地方制度法的主管机关 内政部并没有就这个部分 做比较完善的处理机制 我想问一下次长或者是司长 你们自己的意见 当然报告委员 第一个当然地方议会或者是 假设议长的话 其实议会还是可以透过他们的罢免权 来处理这个议题 这个当然不可能 对那另外议员的部分也是一样 现在除非坦白讲 除非是说政党或是派系里面 大部分的这种恶性 才会就罢免 因为他能够选上一定有很多 他好的地方 或者是他可以有能力高的地方 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讲的 这个人本身 他只是形式上去盖章报道 他是真的形式上 那你们就说 他这个是执行的可以的 那这样不对吧 报告委员可不可以让我们 我们尽快我们召集相关的单位 我们来研商 面对这样的议题 我们在法制上面该怎么样来处理 会是比较恰当的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可以定出 比较好的监督的机制 或是办法 那我现在就要讲 是不是针对地方制度法的80条 确实有需要改善的空间 想要请教你的意见 主席请坐下 我时间还没到 你不要急着赶我下台 来请 请市长回应好不好 好可以 来市长请 委员 好 就这个部分当80条 当初在定的时候 也是考虑到 有一些特性 所以只要是议员 有什么特性 你要讲一下 不要讲有一些特性 我们都知道 时宜进迁 对了 当时你在做地方制度法80条的时候 也许考虑的面向 没有出现这个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当时是什么状况 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为什么你们自己 内政部的官员 在回答我的时候 就说不好意思 你们是要尊重地方议会自律 就是刚刚市长讲的 除非他被罢免掉 他被罢免掉是罢免掉他的议长 可是他的议员还是在啊 他的身份还在啊 那我现在是要整体的 不管他是国会 或者是 对不起 这是地方制度法 是从这个 县市议员 或者是乡政代表开始都算 那你们要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未来一定还会有发生的机率 是 委员我们会 刚刚讲过来 这个法治当然的的确就会有一些不足 就是只要 呃 再一年只要签到一次的话 大概就可以继续保有他的议员的职位了 连续两会期 我知道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这个部分 呃目前当然发生这几个案例 我们一直在搜索 因为尤其是议长的部分 在我们法上来讲 没有任何对 我们只对议员的身份有去处理 对议长的身份还是尊重议 不是 我知道 但是 但是议长不能坐上主席台 是副议长长期代理 但是他有没有授权 他有没有授权 或者是他授权某个议员 还是根本议会没在开花 就像刚刚所说的 某个县里面 他的议会22年来 从来没有删掉半老前的预算 是同等的意思 就是说已经没有能力 去监督地方政府的时候 这样子的议会 到底是由什么样的法律 可以真正落实实质的地方民代上面 应该要能够适世 真的能够从事地方民代的监督功能 所以我会提一个简单的一个提案 就是希望说根据我刚所提的部分 可以制定一个比较好的监督办法 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试看看 因为年底选举就到了 一定会有这种状况 好吗 市长你要再做最后的回应可以吗 谢委员我们讲 我们会尽快的来研究这个议题 看怎么样把它订定出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吴志阳委员 好 主席 谢谢主席 有请花次长 吴志阳委员好 花次长有几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就是上回在财团法人法 在公听会里面 是我召开的公听会里面 还有在专案报告 在这个法案审查的报告的时候 你们另外一位次长 邱昌岳次长 他是常务次长 因为他长期在处理这一块 他说他希望宗教财团法人 应该排除在财团法人法的适用 请问一下这个立场 内政部有没有改变 报告委员好 我想宗教财团法人 终究有他的一些运作上的特殊性 所以说我们当然希望在财团法人法 在修法的时候 能够适当合理的把宗教财团法人 能够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排除或松绑 排除还是松绑 排除 因为排除一条就排除了 松绑的话 或者是有例外规定的话 你等于每一条你要很仔细去看 我想原则上几个面向 有的是一种是全面把 一种是部分排除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希望 能够针对比较核心的部分 能够做部分的排除 但基本上你们也认为说 现在那个要框所有的财团法人的 的那个部分 对宗教财团法人法 并不完全恰当适用 对不对 是 好 这个立场不能改变 没有 那明天 明天 你知道明天就要审查了吗 我知道 今天我们公听会的草案 公听会的这个会议记录才 做出来 我都还没有签 要给大家看 他明天招委已经排到神了 很敢 很敢 那我是建议说 之前我想你们也有在考虑到宗教团体法 对不对 那不太好处理 但是我有建议说 好像你们也有一点有这个想过 是不是要先弄一个跟宗教团体或宗教信仰的保障 先有一个基本法 有一个基本法以后 这个我们在定其他的相关法律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 搞不清楚这个原则 以至于到时候又发生适用上的困难 次长有没有这个 包委员我们并没有要订定宗教基本法的这样一种想法 我们希望如果说要就是宗教团体法 你的宗教团体法以后就不管哪一种形态的都会在这个法律规范 对不对 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团体的啦 财团法人的啦 或者是公庙的 对不对 最好就是就放在里面 那你这部法律要赶快加油啊 我们还在持续努力的沟通 你这个不加油 人家会说 你那个又不制定出来 那财团法出来的时候 你又不适用 那你是不是就不要人家管了 会给人家这样子的印象 对不对 所以明天的话 我希望念生部还是要 基于真正为人民试用上 当然很多人主张的是一个理想上 就是这样子冲下去了 但是问题是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而且会把可爱的台湾弄得乌烟瘴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就是讲到地方制度的部分 当然这个议会的转播 这其实有些县市已经在做了 但是有没有做到 像立法院这样子的程度 可能每一个地方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也乐见这些 属于透明公开的这些法制 能够通过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最近今年年底 又有县市首长的选举 每年选这个东西 各个政党现任的 想要挑战的 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吸不希望 原来民选的县市首长 尽量做好做满 这件事情 我相信在内政委员会有讨论过 现在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就是有没有过半 有过半的话 就不必再改选 免得选举太多浪费时间 但是这个也让一些选民会认为说 他没有遵守他的承诺 甚至他还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去指定接班人 去安排他未来下一届的人选 那其实是跟有为当时 投票的人的一个托付 所以这一方面 内政部有没有研议利弊得失 因为还有不少委员认为说 应该要把它延长 比如说三年以上 或任期超过三分之二 或四分之三以后 才不用改选 避免太频繁的去变动 报员当然现在的制度 当然就是过半之后 他就是用不用补选的方式 就直接用中央政府派人接任的 这种方式 那当然其实过半这个事情 他原则上我们当然是 避免能够太容易太长的补选 他耗费了经费或者是动员量能 确实也是有他 我们在财务上面 或者是执行方便性上的一些考量 所以说我们原则上 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做法 或现在的规定 但是目前的态度还是在 目前的这个法制的规定底下 我们还是认为现在这个制度是OK的 这个您可以再多请学者做一些研究 是 因为如果不够长的话 有点是 你选不上 但我要你做 那我帮你选 我选上以后交给你 其实这个不太好的争执交换 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争执交换 了解你 我了解委员的意思 另外有一件事情 最后一个事情 我们有没有加二 主席 好 那我可以问慢一点 不用那么快 好 市长 依惯例 你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接任 国庆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 是 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是立法院的院长 是 秘书长是内政部的 书院长是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您是 我是秘书长 实际办事是你在办 是 辛苦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请问一下 市长 今年的国庆 你会不会 发函邀请 陈水扁前总统参加 我想我们知道 过去的惯例都会啊 这个惯例是什么惯例 一方面 立任总统 对 协认总统副总统 协认条例 对 那会不会因为 这个陈前总统 目前还是法律上的受刑人 而有改变 当然 报员 这个议题 过去几年 其实大家都有讨论过 我知道也困扰 总统府很多年 也还好啦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照 过去长期的惯例 我们都还是会发给陈前总统 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法务部稍微沟通一下 因为法务部现在也很困扰 因为上一回 你去年邀请 陈前总统出席的时候 他没有出席嘛 是 他是写说 因为健康因素 为客参加 是不是这样 换句话说 他的健康情形 不适合参加嘛 那今年看起来 他健康情形好像不错嘛 好像 帮儿子站台 拿那个很重的菜头 动算动算 都拿得动啊 健康成... 健康情况不错啊 所以你今年发函给他 他大概没有办法 因为健康因素 为客参加吧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回答 所以我现在讲的矛盾是 半庆典的人 很希望他健健康康来出席 可是法务部 刚好相反嘛 因为健康情形可以 他可以出席国庆典 这个是庆典这边的 但如果他的健康情形 很好的话 他应该回去关啊 不是吗 所以法务部跟你们内政部 这一点是 怎么讲 立场应该是有点相反的 是矛盾的嘛 这怎么办 我是觉得说 你们这次在发函 在处理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法务部 讲清楚 因为最近他的动作 让法务部很难下台 他已经决定要严格的执行 他的三部还五部的政策 当然绝对会包括 国庆庆典 所以我觉得 你发函前 避免困扰的话 你最好还是跟法务部先沟通好 这是我先给你们的 谢谢委员的建议 谢谢 好 请郑天才委员 好 请郑天才委员 好 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次长 郑委员好 次长好 我们今天审查地方制度法的部分条文 当然这个地方制度法里面 从这个直辖市 县市 到这个乡镇市区 到这个最基层的村里 这个地方制度法里面最基层的就是村里 是 那这个村里在我们台湾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制度 这个 我们看这个地方制度法第59条的第一项 村里 是村里长一人 受乡镇市区长之指挥监督 办理村里的公务 是公务 以及乡镇市长的交办事项 所以他是受到指挥监督 然后又是要办理这个公务 还有这个乡镇市长的交办事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制度 法律里面明明文文的规定 但是他在整个他的相关的 待遇福利里面 完全没有办法 反映在这个地方制度法的第59条 这样的一个规定 而且你看看这个 这样的一个条文 竟然后面变成什么 第61条第三项 地方制度法第61条第三项说 村里长为无几职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市长 报告委员 其实村里长他 就现在本职 他就是一种荣誉的公职人员 所以他背后是有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也是长期台湾的 这个主持社会的文化底下 形成出来的一种状态 这个我不认同 说是荣誉的公职人员的 毕竟地方制度法59条 明明白白的写说 村里长受乡镇市长的指挥监督 如果我们看这个所有的政府机关的 这个组织啊 指挥监督就是 你是可以被指挥 被监督 所以不是荣誉子 荣誉子是你不可能指挥监督他 对不对 所以 当然过去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去检讨 该是检讨这个制度的一个 不然的话 你废不掉 以前台湾省政府时代 曾经想要废 废村里长 以为有其他的什么社工业 或社区发展协会来去期待 没有办法 曾经讨论过 结果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 你列政部要好好的去思考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民意代表费用 知己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的补助条例 这个是在4月3号 删读通过的条文 当然有很多我们 这个立法委员的提案 需要不只是应该 不应该只是事务补助费 事务补助费是文系费 油电费水电费 因公支出的费用 他是受到这个指挥监督的人 办理公务 然后这个交办的事项 办理交办事项 他的业务是广泛 行政院各部会的业务 到最基层到村里的 全部都包括 不是一般的公务人员 你民政师的业务 内政部民政师的业务 或者是内政部 整个内政部的业务 不包括营建署好了 到了最基层的乡政室公所 他是一个民政客 但是到了村里长 各部会的业务全部都在他身上 他都被交办 然后又有这个民意代表的性质 因为他是第一线的人员 所有的村里民 有任何的事情 第一个就找村里长 他的待福利 又不如这个乡政市民代表 乡政市民代表 还没有被乡政市长指挥监督 也没有被乡政市民代表会主席指挥监督的人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合理 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讨 可以吗 包委员 当然您讲的 当然有这个系列 这个系落底下的一些道理 但终究村里长这样一个机制的运作 在台湾已经是好几十年 的一个惯例 那他长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 里长博的这样一种概念底下 所以他是一个在地方备受尊敬的 一个调和顶奈 协助村里民来 很多跟政府衔接事务的这样一种角色 所以说当然 如果说要慢慢把它转换成 民意代表或一般的民意代表 这个部分其实当然 他可能跟这个文化 市长你误会我的意思 没有要去转换他的目前的状况 而是我们该给的这些应有的 他有在卫民服务 他欠没有卫民服务费 这个就是一般 你这个现在 这个文记费 油电费 水电费 是一般公务论员 在办公室就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要好好地检讨 好不好 好我们回去再继续地研究 因为当然这部分 我们过去这些年 已经花了非常多时间 在讨论 研讨这件事情了 好 接下来 这个财团法人 这个 司法法治委员会 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即将要审查 逐条的来审查 这个内政部 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对于宗教财团法人 要排除在这个财团法人法 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给肯定 上次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这个寻答的时候 这我就跟这个 这个那个 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段召委 有不同的意见 他是对这个内政部 有所指责了 我是表示肯定 因为毕竟宗教财团法人 跟一般的财团法人 或者是这个政府建筑的 财团法人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次长 你 这个不是你主管的吗 是你要回答吗 还是这样 那我同意我原则说法 原则上是这样没有错 你对这个宗教财团法人 不应纳入在这个财团法人法 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内政部 从头到尾的立场 都蛮一致的 原则上就是我们当然希望 能够把宗教的财团法人 能够在财团法人法里面 做排除 没有理由啊 要有理由啊 当然因为他有很多教育啊 教育的一个运作 或组织的运作 或者他们教掌的传承 等等 大概跟一般的财团法人 确实有他本质上的一个差异 事实上啊 光以宗教财团法人而言 不同的宗教 也有它不同的类型 是 我们就讲这个 财团法人本来就是以前为主 按照民法的规定 按照民法的规定 这个本来就是以财产为主 但是这个财产的 这个建筑或是产生 或是各个宗教也不一样 各个宗教也不一样 以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 跟这个佛教 道教也不同啊 光这个就很复杂了 如果还要以这个 这个财团法人法来去 去管理 事实上 整个制度上 或者是他的一个 对于宗教的一个干预 那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我们 内政部这边 因为很快的 这个应该是这礼拜啊 明天吧 明天就要审查 这个该坚定立场的时候 要坚定 当然如果确实是理亏 或者是说应该要从调整 当然要调整啊 但是对于这个 既然也开了这个工厅会嘛 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开了工厅会 相关的意见 工厅会的用意就是 怎么样去这个 这个征询了解 能够 进而能够重视 相关这些专家 学者甚至 相关这些人事的一些意见 希望这个内政部 这边要能够坚持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请吴清明委员 好 主席 委员委员 请我们的华次长 委员好 次长好 今天所讨论的地方自治法 因为我看两个委员 他们所提出的这个法案的修正 确实这个法案的修正 本习非常的认同 尤其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立法院都是转播 都是实况转播 所以民众大家的认同度都非常的高 但是我很遗憾了 现在还有很多县市 还没办法说 跟我们立法院大家都同步 因为六都的话 应该几乎都有网路的转播都有 但是还有县市 毕竟还没有办法落实到县市 因为我上一次还看到一个报章 还在报导 说花脸还有蓝头 因为不管说旁听 因为我们都有设旁听席 还有记者席 但是他还是受限于议会 还要经过议会大会的同意 才能在那边旁听 才能在那边录影 所以我们今天有制定 这个修法 这个低制法的话 我认为是应该是很符合我们民众 大家共同的期待 因为现在很多民众对政治 对整个地方的建设 以及监督政府的议算 大家都高度的期待 所以这个法我认为本席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要尽速地赶快通过 让全国一致性 部长你的看法呢 包围当然就这个法的立法方向 内政部绝对是权力的认同和支持 那只是说我们都希望说 在整个执行面的进程上面 对于特别是针对乡镇世代会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所谓的即时转播的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再评估一下 他们的财务能量 或者是机器设备 或人力资源的能量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后续 再演你看看怎么样 那至于对于县市政府这个部分 我们全力的认同 完全认同说它应该全面 那目前大概大会转播 目前我们的资料会看到是 有四个县市还没有 四个县市的议会还没有做到 那其他的18个县市的议会 其实都已经有做了大会的转播了 那四个县市的议会还没办法去落实 那问题出在哪里 是经费的问题还是怎样 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再了解一下 按理说应该就经费上面 他们应该有能力做到了 目前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跟金门 四个县市 那我们还是脚步还是要快 还是要赶快去推动 那再来就针对说 除了这地方自治法以外 针对我们那个地方自治法的 第61条第三项 就是管理我们的村里长 村里长的问题 刚才有很多委员也有提出 真的村里长你又没办法 享用一般民意代表 以及公职人员 但是他们遇到问题 就是以公务人员的惩戒来办理 这对整个村里长是非常的不公平 尤其村里长所领的是事务会 所以村里长是来自最基层 刚才也有委员提出 村里长他还有观念 他代表一个村一个礼 所以村里长他的礼的事务 是非常的繁杂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如何来保障 我们这些村里长 让他们也能享用一般的民意代表 他们该有的福利 包含他们的劳健保 他们的虎细金 包含种种跟民意代表的连结 这完全他们都没办法去享用到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内政部 未来一定要妥善去规划 让村里长有更加的保障 部长 部长 报告委员 当然第一点是说 村里长他不会有这些惩戒 他除非是违法 才会有依照公务人员的 这个违法的这个部分的处理 但是他并没有去烤鸡 这个被惩戒 这方面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村里长的福利 这些年来 其实我们都很努力的 在跟地方政府在做沟通 那像最近就把他那个保险的部分 提高到500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 就机制上面能够协助 让村里长在执行业务的过程底下 他的资源 或者是说他的人身安全 等等的保障能够提升的 我们都有努力在做 那是当然也因为说 村里长在长期以来 他就是一种荣誉的公职人员的 这个角度的这种认知 现阶段还是绝大多数人 对于这个里长博的这个概念 所以说怎么样 把它转换成 跟一般的民意代表 或公职人员 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福利或等等 确实这个在制度的定位上面 目前还没有办法有完整的共识 所以说我们还是 现阶段当然还是朝向 去过去传统这样一个认知 他是一个荣誉的荣誉职的公职人员 但是该给他的能够 就制度上能够提供的资源 我们现在现阶段当然会尽量的提供 那后续当然我们还是会努力的 再来评估看看 怎么样来提升有关村里长 该有的一些福利或者是保障 处长 我刚才所讲的惩戒就是 一些基层的公务 那个村里长 他们遇到有司法的问题 司法的问题 他们都以公务人员的惩戒 办法来办理 那这样的话对他们一些 村里长 大家对法律的认解度都没那么高 所以在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要替村里长 他的定位我们一定要说明确 了解 这未来我们内政部来研究好不好 好 再来就是那个警察跟那个消防 他们的加班会 加班的时事 都不能超过100个小时为上限 但是很多我们的基层的 严谨跟消防 他们毕竟他们的情务都比较繁杂 所以他们情务比较繁杂 他们也没办法说 因为你现在人员编制又不过 那不过的话变成他们都是要加班 那你加班你超过这个时事以后 你都变成了换了就是补修 换了就是假假 那对一般的基层的严谨跟消防来讲 他们要的就是能够 你今天要我上班的时事增加 当然我们要付给他的 是不是这个加班会 我们的上限能来放宽 请次长 报告委员 那个关于警消的缺额导致同仁 现在工作压力过重的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就人力的补充 当然很积极的在补 所以不管从警大或者是警专 或者是外面招考的这些部分 我们都还尽量希望能够在 这未来几年内 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缺口 尽量的往补到 不敢说补齐 但是尽量的去增加他的原额 那当然对于同仁的这个 加班时数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当然希望给同仁 警消同仁更多的福利 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希望 我们也会努力的 帮警消同仁去争取 但是他因为有整个人事制度 的一些考量 所以总处那边 当然有他全体适用的一些规范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努力的协助 我们也积极的会跟 人事总处这边再来 尽可能的争取 关于警消同仁的这个福利 这个我们会努力 那处长 那我们共同来推动 不然他在上限100小时的话 真的他们都超过了非常多 是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好谢谢 接下来请钟孔赵委员 好谢谢主席 请次长 中委员好 市长辛苦了 还有一位的各位同仁 在座的各位列席的行政官 记者媒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市长 我想今天我们大概就是针对 地方制度法 我们希望在针对54条之一 的一个条文的一个修正 其实大家所期待的就是希望 能够让 地方在议会也好 都能够公开透明 是 能够透过公开透明 让市民朋友 来做一个评判 或者说做一个审视 不管是在地的议员 或者我们立法委员 在询问的过程当中 或者打询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进了他自己 扮演的角色跟责任 我想今天在审查 这一条的一个法案 对于涉及到 宪政上跟中央 跟地方的一个权力 权力的一个分界 还涉及了地方制度的问题吧 是 没错 是吧 所以 要肯定地方的议会 也能够去落实 刚刚我也听到 部长有相关的其他的县市 可能没办法做到 包括我的服务处苗栗县 是因为财政上的困难 还是主管机关 地方主管机关 不愿意做 报告委员 基本上以县市 或县市议会的财务状况 来建构这个转播的系统 应该都还有这个能力 因为它可能就是几百万 顶多到一千多万 大概就可以完成这个系统 所以事在人为就对了 是 没有错 跟中央邀请补助款的话 中央可能也不会有所回应 还是补助会有困难 报委员 因为现在我们就我们内政部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科目 所以说如果真的需要 也要主席总数那边 能够同意给我们这样的科目 不然就内政部现在 确实没有这样的科目可以给 所以没有这个科目 所以地方也没办法去申请嘛 所以原来没有的还是保持没有 就是要看地方首长 他愿不愿意让未来任何在 直询的过程当中 包括市政的一个推动 能够让更多的公共 市民朋友 受到公开的一个 视讯的一个机会 报委员 因为现在22个县市里面 其实有18个县市议会 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说就公平来讲 其实18个县市议会 它能够做得到 应该其他四个县市议会 应该也有能力自己可以做得到 就是像我们六法院的 一时时光长 大概也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吧 我不是很清楚 是从我们这一届 是 从我们这边开始改革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站上来都战战净净 你看主席 主席坐在那边 正经作为 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 全民的监督 电视或者网路的 时光的一个转播 所以相对的 让民意的机关 能够让意识的转播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 是 从立法院开始 能够给予其他的县市 其实其他县市很早就有了 像我之前在高雄市很早就有 都是有地方电台 当然地方电台是地方可以看到 其他地方县市可能没办法看到 但是我们立法院不一样 你走到哪里 今天我站在这边 询问法治长 搞不好我屏东的详细就看到说 我今天在这边 询问了法治长有哪些的议题 他可以及时的看到 这是一个民众的监督 所以相对的考量到中央跟地方 确实是有所不同 各项软硬体的设施 可能要完全比照立法院 可能也有所困难 没错 你的意思是说立法院 搞得一样 不是因为立法院是透过电视的直播 那个设备和那个维护管理的成本 当然都高很多 成本都会比较高 高很多 所以也有委员特别提到 未来要补给不只是县市议会 可能也补给到相政代表 那个困难度又更高 因为相关的经货更高 是没有错 特别我们有204个相政次代表会 所以说那个可能难度太高了 难度高 所以未来可能在做修正的时候 不会先预议考虑 我们是建议 当然还是要提高他们 对于这个资讯公开的强度 这个还是要 那只是说方式上面 不一定都是要直播的 我想是 城乡的一个差距 条文的修订 本来就是要保留 适当的一个弹性的空间 所以不管刚刚有其他委员 在询问你的时候 你都是希望能够保持 有一定的弹性的空间 因为毕竟城乡的差距 也希望能够应地置疑 这也是对地方自治的一个尊重 我想大概 大概各委员所提出来的差异性 也不会很大 大概都是希望能够公开透明 透过公开透明 能够让自己关心的议题 能够透过现场的一个实况转播 能够让他也了解清楚 我们选出来的这些的民代代议员 他们做了些哪些 在询问的过程当中 或者他在异常的一个表现 都可以透过这些的资讯 能够让全民来做一个监督 最后我想再询问市长的 我们地方制度法牵扯到区域的一个发展 目前来讲是六都独大 是吧 当然六都它的层次不一样 是 六都跟其他的县市 当然就不能相比 如果以现在的县刑法 你有没有考虑到 是不是地方制度 或者地方制度要重新做调整 包委员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其实是 当然这个部分还是要尊重地方 有效而上来评估 或他表达出他们的需求 但是县法里面有规定 行政区域发分法 本来就是要跟中央来立法 并执行之 然后交友 还交友审限辖市 还有审在里面 包委员 那个行政区划法 我们内政部当然现在已经 草案已经送到大院来了 那原则上它就是一个行政区 到行政院 到现在行政院 那当然在行政院审完之后 就送到大院来 那到时候那个部分 那个法案本身 它是一个程序法的一个概念 它倒不是说 所以这个草案 草案现在的进度 各县市政府的收集意见 你们收集了吗 比如说高高平 搞不好他们愿意和平在一起 这个部分我们并没有 还并没有去做这方面 实质面的这个调查 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 因为行政发分法之后 成立六都之后 其实基本上我们很多的资源 都在六都 相对的对于这些 灰六都的县市 相对的它的资源就比较少 未来它的不管地方的建设 或者说因为城乡的差距 会不会越来越大 拉得越来越大 或者说它就业的工作机会 会越来越少 我想各地方还是可以慢慢的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那当然这个部分跟全国的整个发展建设 或是息息相关 倒未必是纯粹是行政区化的问题 所以这整体的区域的发展 跟资源的分配 甚至未来还牵扯到选区的发分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特别请内政部这边 特别研议跟相关的进度 是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 主席我想请次长 黄昭顺委员好 市长好 我先给你共序 我想可能要先给你叫部长 因为我怎么跟主席说 主席就是不请部长来 理论上我们在审法案 第一个就是部长一定要到 那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包括从那个过年的时候 大家在讲内阁改组的时候 我们部长就被点名了 就是被点名说他要换 说什么为了什么 什么 包括互联会啊什么什么 有的没有的 就说部长要换 结果还好没有换 那昨天又发生了一件事 我想这件事其实 就是在一线之间 而这个线到底设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今天早上民进党委员也有夹董了 就是内政委员会 怕有啦 来很多 我知道啦 有主席 不要紧 主席 你不用烦恼啦 因为我知道我还给你建议 我们自己 内政委员会不让部长来 我觉得超级奇怪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只好把次长叫部长 然后在上个礼拜 我们在楼上 在讨论财团法人法的时候 那时候内政部跟华务部 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到底这个宗教 要不要从财团法人里面 排除适用 那内政部主张说 应该要排除 应该这个业务应该属于内政部的 可是华务部说 只要宗教团体法没有过 那所有的宗教 在财团法人法里面 就是一体试用 然后在主持的过程当中 段一康就呛说 那叶静隆要下台 所以一件事 两件事 三件事 我叫你部长 嘟好而已 所以我现在要请教 花部长 你在这个明天 尤其是我们财团法人法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内政部又会出什么怪招 要派谁去出席 你们还会极力主张 宗教在财团法人法里面 必须要排除 用宗教团体法来处理吗 各位报告 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 我不是部长 那明天的那个 我当然知道你是次长了 我当然知道这个你不用跟我强调 但是以现阶段 整个的氛围 跟我们主席对你的重用 看起来就像部长啊 我们的叶部长忽然 叶教授忽然就消失了啊 对不对 你们还会坚持这一段吗 报告委员 刚刚其实有委员问到 关于财团法人法的审议 明天审议内政部的态度 那我跟委员报告 你们明天内政部会派谁去 我明天也会派次长出席 另外的次长不是你了 另外的次长不是我 你还是会来我们内政委员会 是这样吗 还是我们明天内政部的部长 也不会来我们内政委员会 主席会来吗 明天工历会 所以他不用来 所以他也不用来 他也不会去司法委员会 明天因为都是我们常务次长在 在长期都是他在处理财团法人法 所以我们内政部长就忽然从 我们立法院就消失了 不会 报告委员 其实部长在财团法人法 这个部分指示的很清楚 我们内政部从头到尾的立场 和态度都是一样 你们会很坚定 没有改变 所以段一康说他要下台 也没有关系 总算如此 你刚才开始做部长 这样也可以 对不对 是这样吗 来 我再请教 我想次长以前 叫你部长好 以前也在学校教书过 是 你在 你昨天看部长的记者会 你应该有看吧 有 有 那我要请问 因为现在就几件事 第一个 他去27天 大家都知道 管中民去15天 13天 13天 然后他去的时间 还是台大 还没有放寒假的时间 以这样子的标准 这样子去的话 如果把 晚中民这四个字 跟叶俊荣这三个 三个字跟叶俊荣这三个字 把它换起来的话 标准一样 标准一样吗 包委员 部长昨天在记者会 我没有去了解 没有去研究 他13天 他27天 这个部分我没有去了解 所以我并不清楚 我想现在 现在就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就是国际揽财 跟政治的权谋 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 已有荣焉 我觉得这几个字 要起来做比较 就像前两天 我们在这里审国安法一样 和国外的没有关系 去对岸的有关系 其实一个国家的安全 是跟国家 跟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关系 所以我想 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件事 就是说 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 来看这两件事 以及 为什么他那件事 要处理这么久 而且一直卡卡卡 真的是卡管无上限 不要脸无上限 这就是我们政府现在的蓝绿 我们觉得 第一个是伤心 第二个是可恥 真的是很不应该 所以我想 你可以等着要当部长 我想民进党 可能马上就要把它换起来 那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 我们都用一样的标准来做 那最后我要讲的是 我想今天这个案子 大家大概都支持 资讯公开透明 但是现在就是说 刚才也有委员提到 大概要花20亿的 这大概是前置的经费 设备 那以后维护的设备可能又更多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当然各个县市议会 我们现在只有四个议会 是没有的 所以 但是有几个县市的财务 是非常的糟糕 大家都知道 评定都可以说是 那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会 我们中央有没有考虑 对不同的财务状况的县市 跟代表会 给他们一些补助跟协助 跟委员报告 如果说是县市议会的部分 因为现在已经有 18个县市议会 对 有四个没有 其实已经装好了 所以说基于大家公平起见 我们当然希望是 各县市政府或议会 能够自力来完成 那像我们了解 像苗栗 代表会的部分呢 代表会确实是 我们现阶段 我们并不是非常支持 说全面来装设 这个即时转播的这个机制 所以你们没有 但是我们的文字里面 并没有这个部分 所以次长 我希望你在这个当中 我们怎么样针对财务状况 的确有问题 而且我们也不要轮到 说中央请客地方在买单 因为大家想要这个资讯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内政部可能在 我们法案审查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文字上怎么处理 好 那最后我要讲一件事 在4月2号的时候 我们删读通过 就是我当时在 也是在内政委员会提的案子 就是地方民意代表 支付给付条例 大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意外险 我想这个部分 我非常感谢 我们立法院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到 11月24号才 12月24号 我记得 12月24号 几月几号 就是下一届 12月24号 25号 25号开始才能够实施嘛 那我今天要跟市长讨论的就是 我们4月2号通过 结果我当地有一个里长 就在4月6号 也是在执行公务 的过程当中 当下心肌梗涉就走了 那很多的里长就问我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做一个补救 那我事实上我知道 这个法案的过程当中 市长你要讲没关系 你就说 来 请你回答 我希望这件事情把它厘清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今年 因为我们是考虑到 这个法的强制性 现行没有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发包 300万的意外险 我们也要求 各地方政府鼓励村里长加入 那我们知道 整个加入到我们这个 整个中央招标的这个保险的 300万以上保险的这个部分 好像有达到百分之八十几 300万的意外险 但是我了解了 我们男子气公所 350万 有这样 350万 我们参加的大概有多少人数 我希望市长给我这个资料 但是我知道的是 因为我当天就去帮他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知道的是 他应该是 我们高雄市政务有一个 什么大家互助的一个补助 大概是30万 那是福利互助的部分 那福利互助是30万 是 所以如果有这个300万 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 就是 你们可能要鼓励 那些还没有参加的 是 因为我们的法案是到 今年的12月25号才完成 强制 强制明明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 当我们在要求村里长 我们 他不管做任何的工作 他只要维法 或者有任何的为师 他们都是用公务人员的方式 在法律上去处分 所以他们在不管是劳保 或者工保 他们现在都没有 也可以说是在联金上面 我觉得 因为有太多的村里长 他们几乎是 全职在做这个村里长 因为现在没有 村里长没有全职做 你要再联任 也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但是他们的费用的确是不够 我想这个部分 他们自己在做 但是 怎么样让他们有一个合理的保险 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们内政部 必须要处理的 他也算 你要算 让他招牢 我想也应该可以 不用他们又绕了一个圈 去参加职业 什么职业工会 那职业工会 我知道 劳动部 也一直在追这个东西 那对他们来讲 是不公平的 我们希望 能够给他们 一个比较公平的对待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好 黄委员保重 早日康护 徐志杰委员改书面咨询 那接下来请李俊丽委员 谢谢主席 请内政部 花次长 李俊丽委员好 辛苦了 我很久没回到这里 几个问题 请教一下 今天我们在讨论 这个地方制度 54条之一的部分 我先表明我的态度 对民意机关 能够公开透明 这个我绝对支持 甚至立法院里面 我们所谓的国会直播 国会频道 这些条文都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公开支持 但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 来 第一个 地方立法机关 是不是一定开会 都要全程录音录影 那特别今天讨论的 还包括乡镇市民代表会 那乡镇市民代表会 他的全责是什么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地方自治机关 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 来 地方制度法34条 其实规定的很清楚 直辖市议会 县市议会 乡镇市民代表 都是所谓的地方立法机关 那这里有一个讨论就是说 地方自治的概念 其实有地方行政机关 跟地方立法机关 是不是这样 是 那但是 我们根据宪法的规定 我们的自治单位是县市 还是到乡镇 县市 县市 所以 其实以乡镇来讲 他其实是县市的派出机关 他并不是一个自治单位 没有错吧 对 就邏輯上 而且地方的乡镇 其实他的预算的来源 他没有办法自己编预算 他预算来源 还是必须从县市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 一个地方自治的一个机关 这其实是有争议的 其实是有争议 他本身是一个 乡镇本来就是一个 县市的派出单位 那他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自治机关 这个是我们今天 其实会发生争议的地方 是 来我们再看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民意机关 是不是应该要全面的 公开透明来转播干什么 其实有各种方法 包括iVOL的网站建制 YouTube 或是地方电视台 刚刚跨市长提到 说大概全国加起来 建制的话 大概要花20亿 应该指的是iVOL 对 应该是iVOL 其他部分都 都没有那么高的费用 现在也处理完 来我们往下 那事实上 现在我们发现各县市 依照你们的统计 是四个县市没有 对不对 直辖市的部分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 老实讲我一个一个查 直辖市的议会 其实都做的比例法院还漂亮 他的iVOL的系统 都做得比例 所以其实直辖市没有问题 来继续往下 来 所以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其实他的录音录影都有 定期会议的大会直播也都有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甚至他们都跟地方台来联系 那地方台也都直接直播 这个都没有问题 来继续往下 那这里的资料是各县市的资料 那其实这应该有四个 没有办法处理 那其中有包括新竹县跟苗栗县 那个市长有没有去了解 新竹县跟苗栗县为什么没有 我们私下了解的结果是因为他们 这两年预算不足 所以没有变 之前其实有过 因为没有规定一定要有 所以有时候没有 那其实是这样的原因 那大部分县市都有 其中还列出一个嘉义市 我来自嘉义市 嘉义市其实在25年前就开始有 有这个系统 有直播系统 那其实他用最省钱的方式 就是跟地方台合作 跟地方台合作 那25年前就开始 每一个都转播 包括委员会 包括大会 都通通转播 嘉义市是各县市里面最完整 对对对 所以我们民主性地 所以我们民主性地 来继续 那嘉义市议会 其实 在这个部分也花了一些钱 他一亿六千九百多万 当然将近一亿七千万 他做这个财政 那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比较有钱 台北市议会也比较凶悍 所以编成八亿多 这个其实是有差别 那这个产生第一个问题就是 各县市其实在预算经费上 确实会有差异性 确实会有差异性 来下面 那今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条文 条文其实是我最关心的部分 黄国书委员的版本 跟薛永明委员的版本 其实差异性不大 但是这里有一个部分 直辖县市议会 黄国书委员的版本说 其准则由内政部订定之 内政部是不是有一个地方 立法机关组织准则 那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 其实它的概念上就是说 如果我们地方自治的话 包括行政机关 包括立法机关 那立法机关一定有它的准则 那要规范的话 其实必须 包括立法机关组织准则的第三条 其实它也规范的非常清楚 直辖是县市议会 县市议会 乡镇市民代表 甚至原住民地区的代表会 他其实这些都必须定立什么 自治条例 所以这里就产生 今天黄国书委员的版本 跟薛永明委员的版本 最大的差异在这里 薛永明委员的版本 是直接用中央立法的方式 直接强迫大家要实行 但是这个是地方自治事项 这基本上要尊重 地方自治 那如何尊重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就是所谓 地方立法机关组织准则 第三条的规定 如果地方要实行这样 必须透过地方 通过自治条例才可以处理 没有错吧 是 没有错 那所以在今天版本里面 54条 黄国书委员的版本 我们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求 内政部在组织准则上 把这些概念纳进去 把公开透明 把议会直接转播的 这些概念纳进去 但是 徐永明委员的版本 其实就出现这个问题 他是以中央立法的方式 直接干涉地方自治 这个问题有 我觉得有问题 不知道这两个看法怎么样 我完全同意委员的说法 其实黄国书委员的版本 确实是 比较在尊重地方自治的前提之下 然后也给予一些弹性 文昌也是比较支持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中央跟地方是伙伴关系 然后在地方制度法的概念上 最重要的就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包括地方行政机关 跟地方立法机关 而这些东西都是属于 地方立法机关的权限 它必须由自治条例来处理 而不是由中央立法直接来处理 是不是这样 是 没错 所以地方 我们今天讨论地方制度法 五十四条之一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第一个问题是 全面直播就代表全面参与嘛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是属于地方自治的范畴 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内政部 其实你们可以在组织准则里面 特别是立法组织 立法机关组织准则里面 来处理这件事情 甚至你们内政部 如果其他的县市 只有几个县市还没有做到的话 其实内政部可以给予帮忙嘛 可不可以给予帮忙 我告别是经纪啦 我告别当然是经纪啦 我知道 就科目上面 我们现在当然没有编列这样的预算 但是实际上辅导 他从这方面来处理嘛 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跟地方电视台合作 对 没有错 嘉义没有钱嘛 嘉义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 但是我们二十五年前就有直播了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容易做到 可以做到 但是如何要求做到 是透过地方制度法的修正 还是透过地方自治条例的修正 其实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那站在民意机关应该公开透明 我完全支持这样的做法 但是我反对用地方制度法 直接由中央立法 要求地方自治的事项 由中央立法来完成 谢谢 谢谢委员 我也完全配合委员的意见 好 请管碧玲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次长 官委员好 好 次长 这样好 因为今天好几位委员 他们都提到了 这个财力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修的法 对一些财政上 比较困难的县市来讲的话 就涉及了中央立法 然后地方买单 好 所以无论如何 如果内政部 在我们多数的委员有共识 要修法通过之后 一定要站在主管及管的立场 来协助解决相关 比较财政困难 县市遇到的问题 好不好 好 报委员 我们会规划 但今年确实预算比较 所以说我们会往下规划 是 我们总是朝向 各级的议会 当它越是公开透明的时候 他们的问证品质 就越能够提升 越能够促进地方自治上面的品质 好 那也符合全民的期待 所以这一点 大概大多数的委员 今天在这里都是持肯定的态度 大概我们也有可能在今天 让他出审通过 好 谢谢 那另外是也好几位委员 不分党派 他们都提到了里长的问题 那本席是想要跟次长交换一个观念 因为次长每一次在回答的时候 都提到调和鼎奈 地方上面有声望被大家信赖的里长博 的荣誉值的概念 对不对 是 好 你这个概念从哪里来 我想这就是我们长期 我们部里面大概这两年 也不断不断在讨论 关于里长的定位 是依法治上面而来 是 没有错 还是依传统而来 我想这两个面向都存在 所以你认为是荣誉值 是吗 我们现在我们的部里面的定位 是荣誉值的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还有荣誉值 这就很奇怪了 市长 我了解 我了解委员的质疑 公职人员 你又说他是荣誉值 他就是一个 以前我们的国大代表 不知心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 他是荣誉值的国大代表 而是国大代表不知心而已 他还是宪法定位上的国大代表 所以大概你那个荣誉值的概念 是来自于那个不知心 你就把它定义成为荣誉值了 所以就产生了矛盾了 你既说他是公职人员 你又说他是荣誉值 我们无法 无法理解 你那个荣誉值的概念 我们会把它用荣誉的 这样的概念 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概念 所以那是口语 所以是口语来自于传统 对 就是一个文化 他不是法制概念 当然 他也不是里长的法律地位的概念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厘清 那本席希望次长 不要说脱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它涉及我们总统的政见 好 我们来看看 蔡英文总统过去 她对于里长的法律定位 何去何从 她大概有几种讲法 曾经说过 村里长是违行的民选首长 要立法解决她的定位 好 那蔡总统她也还曾经讲过 说未来里长的定位是什么 要从第三类角色下去探讨 好 什么是第三类角色 那当然有待于未来 大家去做法制研究时候的解决 那另外呢 也曾经谈过说 在法律还没有完成制定以前 要以行政命令来降低村里长的法律风险 这个是蔡总统的政见 那现在已经就职满两年 剩下两年 所以这件事情 内政部现在在研议 有没有进度 有没有进度 我们会 我们当然有一些讨论 但是 确实还不是很好拿 不明确嘛 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你们的依据 有多少法律的依据 要不要请市长来说一下 好 来 好 市长来说一下 根委员报告 基本上来讲 当初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村里长的定位 包括我们 应该是前年 就去开公厅会 把收集里长的意见过来 那当然 包括对于里长的一些 输补助会 或是相关的什么年终 我谈的是法律地位 来 因为我有时间的问题 法律地位的部分 因为它是因为 公职人员选拔法里面的公职人员 所以定位它是 公职人员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至于说它的那个相关的一个 执行职务的相关风险的部分 他也是贪污赤罪条例适用的公职人员 这个部分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 除了少部分 因为它是执行公务 涉及到一个刑法的 防疫的公务员的部分的争议 那我们 我给你们看 来 市长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我没办法听你们讲那么多 你看看 村里长是不是公务员 根据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至第7191号刑事判决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是说 因为他是在村里地方行政机关的 派出机关嘛 所以呢 他把它认定成为 它是什么 具有法定职务权限制公务员 这个是司法判决的一种 那另外再来看看高雄市的小港里长的判决书 这个判决里头 他也是 这个已经是到民国105年了 他还是沿用 把他当作是属于民选公务员 他还是民选公务员 这跟蔡总统所说的 他是 微型的民选首长 基本上是民选公务员的这个身份 其实一直是十分确定的 所以本席希望 本席希望 他是要有几职 把事务费改成为薪资 还是维持无几职 就叫做事务费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法律定位总是要赶快出来 好不好 他的法律角色 他的各种的制度 我希望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荣誉值以后就摆著 因为这个只剩下两年的时间 这个涉及总统的政见的实现 好 我们会努力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有关于里长到底 他的福利制度是什么 那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知己的内容 这个部分 到底是地方制度法 以及中央立法的权限 因为我们有各级 有地方民意代表跟村里长的 这个费用的知己条例 对不对 到底是在这里必须法有明文规定 才可以 还是他是授权地方自治事项 有关于里长的服务 福利制度 跟委员报告 现行的当然就是说 因为立法的时候就把它 规定到最高就是四万五 那这个事务不 没有 我是指相关其他的福利制度 他是属于地方的自治事项 可以用自治条例来规定 还是说他必须完全符合 我们地方民意代表跟村里长 知己条例 现行等于说要符合 要符合 那如果有地方自治条例出现了 甚至于是法规命令出现了 那怎么办 今天就有委员在这里讲 以辅恤来讲 桃园可以到150万或250万 对不对 然后台东只有8万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桃园有自治条例 他们也有里长因公殉职 辅恤自治条例 有桃园市各级民意代表及村里长 福利互助办法 他们有法规命令 他们有自治条例 所以这个是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 还是必须要中央立法的层次 福利互助的部分 原来是变成说省政府统一办 后来经省之后 那个部分是给各县市来办的 所以这个福利互助是 那辅恤自治条例呢 辅恤自治条例 如果要去定辅恤自治条例 因为那也涉及首长的证件 有地方首长有这种证件 可不可以 没有辅恤自治条例 有证件 提出了证件 这个部分 因为地方定的自治条例 不能抵触到中央的一个法律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 他不可以 但是付助办法是可以 付助办法是因为当初 就那一笔付助金给各县市 包括他们去做付助的行为 是里长本身自己也负担一部分 然后透过这样的来互相 好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因为有的首长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有提出证件 说我们自己来定自治条例 可是中央却说 不可以 这不是你们自治事项的条件 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出现了这么多的乱象 而这些现象都明时不相符的原因而造成 因为事实上明时不相符 因为基本上里长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 非常忙碌 工作非常辛苦的一个职务 而且他也代办了 代办了行政机关 几乎是派出机关 然后又是民选的公职人员 可是呢 你事实上你又不给他法律地位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中央地方权限 在面对相关事情时候的这些乱象 所以本席今天 至于说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看法 但是无论如何 你们要赶快把它法制化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我们在林德福委员咨询完之后 休息十分钟 好 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 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 主席各位文同仁 是不是警方次长 林德福委员 市长你好 市长我请教你 我想立法院是全国最高的民意机关 但是周边却用这个巨马 这个围城 将民意机关拒绝在外 那其实造成一些洽工的民众 不变 不变 甚至游外整个国家的形象 那本席认为说立法院周遭的巨马 应该 尽数啊 来拆除 那请问 是 提下来 你 那 台北市警察局 我知道 問題是 你內政不是在上級單位啊 你對周園住戶也是很不方便啊 有 我們現在跟市政府這邊正在溝通 看這種怎麼樣的方式 市長 多少時間能給個交代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掌握到他們實際上 我認為說你不能這樣子啊 就永遠放任啊 立委員現在就在監獄裡面啊 不會啦 不會 而且喔 越價越高啊 大概全世界只有我們這樣的國會 你等於是排除民意 人家有時候人民來承抗 他就是來承勤抗議嘛 你還是要接見 還是要有一些問題 讓他們訴求 讓他們表達嘛 是 那我們在怕什麼嘛 現在的政府都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正在盡量讓巨馬盡量的消失 這正是我們跟台北市正在積極溝通的一個方向 我希望在月底以前能夠給個交代啦 你不要永遠都這樣子 好像立法院就在監獄裡面啦 那我再請教喔 貝利賓觀光景點長灘島 確定在4月26日開始封島半年啦 以落實島上環保改造工程 那這個新聞 花市長你有聽聞嗎 有 有喔 那本席要問這個全國的國土計畫 是否確定會在4月底來公告實施 包委員 現在全國國土計畫已經報到行政院要來做審議 那未來可能有哪些地方被化為國土富裕 這個促進的地區 這個部分還是會尊重地方政府做最後的四大工人分區的畫設 中央政府只是訂定一個畫設原則而已 那未來會不會像貝利賓一樣封島方式來呼籲國土嗎 會不會 以台灣過去其實我不是很確定 當然我們多多少少曾經對於真的一些很敏感的地方 會可以做類似的這樣 其實喔 要呼籲喔 你像有很多那個河川啊 它的保育喔 這個你封隙以後 它呼籲就很快 其實這個才有成效 你要是沒有說真正政府有作為 等於只有畫大品而已啦 了解 我是希望說在呼籲國土 國土永續這個發展基金 目前啦 政府給的預算只有兩億六千萬 距離國土計畫 第44條規定 十年內 政府預算不得少於五百億啊 這個目標差距太大了 那換句話說 未來八年內政府要投入 497億的資金 那請問花次長 你會後給本席一份資料 做說明 如何在2026年以前 達成國土永續計畫 基金編列這五百億的目標 是 可以吧 好 那那個 次長 依照現行立建築的基準 從樓地板面積一定面積的新建物啊 將雨水跟生活用水回收再利用 那內政部有透過法規引導 讓部分新的建築 建築物啊 將可以 將水資源循環利用 同樣的道理 我國正在推動 再生人員的這個發展 那 不管是太陽能或風力發電也好 本期希望內政部能夠著手研究 在綠建築基準中 嚴厲增加樓地板 這個一定面積的新建築物 應設置再生人員的相關做法 那 那 花市長你有什麼看法 報仁這個部分容我們評估一下 看要怎麼來做會比較好 因為終究不同的區位 不同的建築型態 它能夠設置太陽光電的這個 的方式會不大相同 其實站在政府立場 是要多鼓勵多肯定 當然沒有錯 多增加樓地板 方向上 相對齁 你多鼓勵多加的話 相對才有誘因啊 是 是 花市長 那 本席問你齁 這個 這個現場的官員裡面 呃 這個我要請教大家齁 就是 呃 這個 在家裡有信號彈的 舉手 信號彈 沒有吧 沒有人舉手 應該沒有 前幾天齁 有黑幫啊 利用信號彈來危害社會的整個治安 而且在那個Pub裡面啊 就在那個室內裡面來點放 不管是監察院也好 立法委員也好 很多人呼籲政府要拿出方法 管好信號彈的濫用的問題啊 其實本席 在很多 場合裡面也都去強烈的要求 那 其實信號彈並不是民生 需要的用品 那 船隻跟飛機 所需的信號彈 可用專案來辦理 是 那提高信用彈管制措施 並不會對大多數民眾 造成 不便 而 是保障整個社會大眾的安全 是 那警政署 這個 刑案統計 也將信號彈納入統計 因此本席認為內政部要好好的 去研究去控管 這個管制的問題 那 華市長 你有什麼看法 報員 報員 訊號彈本質上 它本來就是一個列管的一個東西 那 目前大概我們 初步的了解 大概會是在登山的時候 因為有些登山 它為了預防散難的發生 它必須要傳遞訊號 所以說也有這個管道流出 那當然或者是說漁船等等 多多少少都有它在管制上面 沒有辦法完全 完全把百分之百掌握 那這部分我們警政署 這個部分有一直都在思考 怎麼樣做更充分的管理 其實你可以專案申請 而且要列管 是 我認為說 因為你等於是沒有去把它做一個控管 造成這個 有機可乘 那些黑道啊 那些知識的分子 它就利用信號彈 你不覺得經常 就是 這個 會發生這些信號彈 甚至還帶到那個Pub裡面去施放 這是何等嚴重 沒錯 這個我們會趕快請警政署再加強 這方面的一個機制的一個建立 我是認為你應該把那個控管的機制弄出來 是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 好 因為維護整個社會治安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那尤其內政部 警政署是屬於你們 這個執掌的範圍裡面 那你一定要將 真正的問題 把它點出來 怎麼去解決問題 好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休息10分鐘 我們休息10分鐘 水日 可以 那你руг 嗎 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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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一方面要掌握 一方面要跟地方在讨论看看 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 意向愿意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做 站在 主管机关的立场 其实我们当然会很愿意 协助地方来建制 来配合 那当然也会需要 那当然也会需要 那当然也会需要到时候行政院主席总处 也要对我们内政部的这个补助的预算能够作为资源 方向上我们绝对支持 方向上你们是支持 那那个市民主席总部份预讨论 那市民主席总部预讨论 那市民主席总部预讨论 那市民主席总部预论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如果没有删的话 有可能代表这个 那个县市政府 他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他们编得非常好啊 他们编得非常合理啊 编得非常需要嘛 所以议会审查的时候 完全都没有删到啊 这个有可能 他编的时候是编得好的 如果是编得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需要严格监督嘛 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说真的编得很好 没有被删 这应该也不会是连续 二十几年的常态啦 所以说当然如果说长期的话 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有可能这些地方议会的议员 他们很认真啊 他们审查之后发现说 真的都不该删啊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 我不晓得 你不晓得嘛 其实我想哦 那个刚刚也有委员讲到 本期也看过这个数字 就是说 刚刚列举的这些县市 其实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好 是 那有没有去追究过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好 是什么原因 是短期造成 还是长期造成 这个因素都要去检讨啊 像我们常常讲嘛 前人重述后人乘良嘛 也有可能前人花钱 后人买单嘛 这个就是可能现在的状况嘛 那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嘛 为什么 为什么可能会认为说在这个议会审查的时候 然后我们希望公开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不希望公开 因为怕审查嘛 怕公开之后 把整个这个状况 整个过程全部摊在阳光之下 那怎么办 其实本期哦 是认同今天 黄国书委员跟徐永明委员的提案 本期认为说不管是 立法院 我们立法院现在已经做到了嘛 那全国各县市议会 也只剩下四个县市议会 没有达成了 但是本期相信这四个议会 应该也快达成了 但是问题就是在 这204个乡镇市民代表会 这204个乡镇市民代表会 如果他们必须去改善这些状况的财务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要鼓励嘛 因为方向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法委员当然方向上 我们绝对全面的支持 我另外跟委员补充一下 其实22个县市里面 是大会 委员都是议会的大会 即时转播有18个县市 但是如果是委员会的转播的话 就是县市议会的委员会的转播 那几乎是绝大多数的县市 也都没有办法做到 不像立法院我们做的这么彻底 可是各县市议会 它的有员会的状况也不一样哦 是 有的县市像本席知道的直辖市 可能它的委员会就八个啊 那像我自己以前当过彰化县议员 我们的委员会就只有四个啊 是不是说 其实地方议会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是 所以我觉得说 未来 当然我们希望 这个审查的这个过程公开透明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 你们应该也要认同今天委员的这个提案 我们当然认同 那希望说我们就一起朝着这个方向 来修法吧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那还是有请花次长 那今天我们审查的这个条文 我想方向上面 大家整个委员会讨论起来 公开透明监督 我想这个大家都去支持啦 只是说实际上怎么运作 还有我们这个法律制定下去之后 他的拘束力 还有他的执行的这个可能性 到底多少 我们可能要来讨论一下 那我先请教这个次长 我们现在有两个版本 那一个是徐伟仁的版本 那他写的比较直接 他很细 他因为他有要求到说 地方立法机关 然后电视网路 这些就是直播 全程转播 那黄国书黄委员的版本 他大概写的比较 范围比较大 他大概就讲到说 直辖市议会 县市议会 跟乡镇市民代表 但是这个录音录影 跟转播的规程 是给内政部来定 那我现在想要请教次长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地方立法机关 就是有包括乡镇市公所吗 代表会 代表会 对对对 抱歉 就是地方的 乡镇市的代表会 所以这个也在规范的范围内 是 那当然这个 刚刚我们的主席 赵伟有提到说 这个嵌得到经费 那经费的预估 可能不是像 内政部现在评估的这样 那就是说 现在我们理解 了解了说 各个县市议会 其实议员 他也希望他的问证 能够被选民看到 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大概都有在地方的 这个有线电视去播出吗 你们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 报告委员 其实基本上我们当然都有做过一些调查 各个县市和公所 代表会 他们的这个 意愿 他们现在的状况 现在是二十几个县市 二十二个直辖市 包括那个 二十二个县市 大概都达八成 只有八成 这没有全面 没有就是二十二个县市 只有四个县市 还没有那个大会转播 我想录音录影 这个都是必要的嘛 因为这是一个记录的留存 这个还没有到所谓 签得到这个公开透明 那我们现在要来修订这个法规 我们主要的立法的目的是 要公开透明监督嘛 那现在是说 那我要请教你 如果说我们这个法令 规定下去之后 如果没有遵循的 比如说四个县市 或者将来地方的这个乡镇市 乡镇市民代表会 他们没有遵行的话 那在法律上 能够如何来处理 或者中央的主管机关 能够做怎么样的一个因应 或者是处理 老板啊 不过现在就卸直辖市嘛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规范的是 录音录影 那这只是记录的保存而已 不到公开监督透明的一个层次啊 没有法则嘛 那是准备怎样 你内政部嘛 不能说你违法 我该自己怎样 对 没有错啦 包围确实我们在这个部分 并没有定罚则或怎么样 当然我们就 罚则 就行政上面 我们当然就行政督导 当然就行政督导 行政指导 你也不可能定罚则啊 因为地方自治的精神 更重要的一个监督机制 应该是来自于 各县市当地的民意的压力啦 因为中就假设 中央已经立法要求 而县市的议会却仍然无视于这个法的规定 那没有把这个资讯透明 我相信在地的这个民众或者是羽情的压力 会是最强大的一个压力来源 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啦 那我请教 因为我早上没有全程听委员的质询 哪个四个县市是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的 金竹县 新竹市 苗栗县 还有金门县 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的表达也都是主要都是经费的问题 经费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因为是地方自治税啊 地方自己议会来负担 你们的解释是这样吗 对 因为原则上 其他18个县市都固定自己边的预算在执行嘛 那如果说我们针对这四个县市 我们另外补助 似乎又怪怪的啦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需要 是不是要全面补助啊 这样大家就不要做啊 我没有做你就来给我补助啊 这样也不公平啊 其实这背后就是 这是如果说我们强制 我们要求说这是未来地方 特别是县市议会这个层级 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修法通过 我们要求的话 当然就是法的要求 就是它的义务嘛 对 那它就得做 那我请教华次长 就你个人的 因为这是你的主管业务嘛 你个人的认知就是说 地方的乡镇市民代表会 也应该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觉得市民代表会 其实他们的内容 或他们执行的业务的范围 未必要到全面 都这么样子的用电视的方式 但是它有很多种 另外的传递讯息的方式嘛 用网路的形式 或者是它把会议记录 怎么样子的公告 所以将来电视 大家也都是透过网路上的 这个方式去直播嘛 你不可能去播放嘛 我去买一个时段去播放 现在地方的议会 像屏东我了解 它是跟地方的有线电视 大家结合 然后它会帮 有一个时段帮你播 那将来如果说 这个是整面去执行 考虑到效率 考虑到经费 事实上应该也都是 采直播的方式来处理吧 我想就县市议会 我们的期待 当然也是到直播 但是到了代表会的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 某种程度上 会看地方的需要 它只要 它可能是录音录影 但是它可能 未必是用直播啦 就是它在可能多久之内 或一段时间之内 它必须要上网 要公开 但是要不要直播 它的成本或者 就会不一样 就是公开是一定要的 记录的留存一定要 公开的散布一定要 那我来整理一下好了 就是说 现在的两个版本 那第一个 当然我们将来规范的 就是县市议会 跟乡镇市民代表会 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处理 第二就是说 那如果没有照这样子的 来处理的话 因为是准则 准则由内政部来定 那这事实上也是一个行政上的指导 那如果没有照这个准则来做 它的法律效果是怎样 那中央的主管机关 怎么样来给予协助 那给予协助 最现实面就是一个经费 财政上的考量 那这部分 内政部在这相关的一些点里面 就是说有一个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或者你们已经有做好你们的因应措施 或者指导方向了吗 报道委员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还不是非常充分 所以我们后续还要赶快去研议 如果说用不同的法案的确定之后 我们后续如何来协助地方政府 因为终究过去 我们都从来没有编过这样的预算 这样的立法方向 我想也是全民有要要求的 公开透明监督 司法也要透明 立法院国会也要透明 那当然牵扯到地方政治 这些直接的利益更要透明 只是说 现在我们定这个法规 将来它的拘束率到哪里 中央主管机关 你不能 不可能我定了一个法律之后 我没有任何的 我的法律的权威是受限的 我没有办法去贯彻 那我定这个法律 事实上就是聚文嘛 还有在实际的执行上 财政上也要去支运 是是是 好 我会努力 基本上中央对地方的督导监督 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一定会权力的落实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在我们今天如果这个版本 委员的支持之下 我们送出这个版本之后 内政部应该就这个法规 将来的执行面 还有这个财政面 应该做一个更明确的 因应跟处理这样 好 执行面我们会努力 财政面我们当然也会 试着去努力看看 好 谢谢市长 谢谢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好 请张立善委员 好 主席 请我们的花次长 花次长好 你先喝杯水吧 喝口水吧 时间先不要计算 好不好 好 张伟人好 好 次长 我想从早上到现在 你回答的问题 大概我也略知 你我们现在内政部的想法 但是我们今天针对地方制度法 针定第54条之一 这个条文 我想这个条文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我们希望 也就是地方的县市议会 跟地方的这些代表会 他们在所有的会议 这个大会 或是所有的预算的审查当中 都能够非常公开透明 而且全民可以监督 那现在我们立法院是做到了 包括我们原本 可以说是密室协商的政党协商 现在也非常公开透明 所以呢 我们希望 县市议会 跟地方的这些代表会 能够比照 我们立法院这样 但是到目前为止 好 假设这个法通过了以后呢 当然我想今天很多委员 也就是啊 认为就是说 你今天法通过以后 你要怎么彻底来执行 那执行 有没有其他自爱难行的地方 是不是内政部今天有考量到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啊 针对这个部分啊 我想刚刚也有委员提出说 可能呢 为什么要公开透明 因为有很多的议会呢 几年来 没有删除任何的预算 一毛不删 但是我要特别讲 因为现在民进党身为执政党 在每次审查预算的时候 几乎啊 民进党的委员啊 也全力在护航啦 所以呢 你们也是希望 能够一毛不三 就一毛不三 但是呢 这里也充分显示什么 也就是民进党啊 几乎啊 都是大碗两套标准啦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讲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不要污名化 所有的县市议会或是代表会 也就是不要说 他们是黑箱作业 而不支持透明化 我要说的是 今天因为每个县市的议会 跟地方的乡镇的代表会 因为经费的问题 还有也就是数位的落差 可能就没有办法尽善尽美 所以呢 今天 内政部今天这个法通过了以后呢 我希望 也就是我建议的 建议呢 也就是我们应该要秉持 帮助地方议会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协助啊 建制一套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这个设备 是不是能够有完整的建制系统 那当然包括什么 包括专业的人力 还有包括整个设备使用跟维护 那这个呢 绝对要经费 因为巧妇然为五米之锤 所以呢 这个部分 我想今天大家 大概一致的条件都是希望 也就是说 今天内政部 一定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跟补助的办法 所以我也是希望 内政部应该要尽快去规划完成 好 那我给部长简单的回答一下 包括委员 当然现在22个县市里头 其实已经有18个县市 都已经有这个议会的转播的工作 所以只差四个县市 那当然他们确实也是表示 经费上有需要协助 那这部分当然我们后期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补助过 我们会试着努力看看有没有空间 那另外就是公所的 代表会的这个部分 确实那个量比较大 那可以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规划 考论看看怎么样来建立一个 比较低成本 大家容易操作的一个机制 当然我们现阶段 就内政部现在立场 我们会希望 至少县市议会全面的这个部分要做到 好 那你们可以经费补助吗 我刚刚说 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评估一下 我们的量能 因为特别是 其实那个经费 某某程度上 未必是县市议会 没有能力负担 好 那次长 就是我们今天制定法令的时候 不要就说 我们要权力 但是我们不尽义务 好 我这个部分就这样子了 就请我们部长 市长好好地去协助 那再来呢 我想今天 市长你是来代打的 因为今天我们的 岳俊荣 岳部长 可能是因为媒体的关系 或是因为呢 不要面对到委员的垂巡 所以他今天没有来 那但是呢 我们知道 因为管宗敏教授的事件 他从一月份 整个审查通过以后 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百天 还是没有办法接任台大的校长 所以呢 也就是说 管宗敏教授 只是因为被怀疑 附入违法兼课 民讲政府就不让他接任台大的校长 但是厦门大学 都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 管宗敏教授 没有任教职 没有开课 没有领心 教育部 还要召开这种跨部会的 咨询专案小组来调查他 所以呢 我想今天 这个火呢 就烧到我们内政部来 因为跨部会的小组当中啊 我们内政部 就是其中的一个部会 那如果说没有今天跨部会的小组的话 我们大概也不知道 今天连我们的业部长 都是其中之一啦 当然你灭火 灭得很快 但是呢 我刚刚讲了 不能啊 只准周关放火 我让百姓点灯 所以呢 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的叶部长呢 已经被揭露 他其实在浙江大学的光欢晚站上面 已经清楚载明 叶俊荣部长呢 是该校的兼职教师 并介绍 叶俊荣部长 是为台湾大学的 法学院教授 博士班的导师 是浙江大学 法学院网页的师资队伍 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目前这辆大学 并没有替他做任何的说明 那所以呢 我想 依据 也就是管宗敏教授的条例 那现在呢 那 现在呢 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 现在整个 我们 整个中央的这些各部会 因为也就是这个管宗敏的事件 引发了轩然大波 所以不止内政部长 要被调查之外 在网络上面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名单 那这些名单呢 我想 除了我们的这个 叶部长之外 那花次长 你看到你自己了吗 对不对 你也在这个名单当中 你是列为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 就是我们政务委员林万毅 还有吴正中 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外交部次长吴志忠 还有法务部长邱泰山 以及科技部长陈良基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陆委会副主委邱垂震 乔委会主委吴欣星 主记长朱泽民 人事行政总处 人事长施能杰 党产会专任委员罗成忠 还有花一分礼服忠等人 也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内阁阁员 比较审查管中敏校长的资格标准 如果有兼客 就应该先停职 在调查清除以后 才复职 所以呢 也就是说啊 这些以下这些政务官 曾经都在学术界待过 那我要请问民进党政府 你有办法百分之百 确认 这些政务官 从来都没有违反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公务人员服务法 以及国家机密保护法 如果假设 你没有办法确认的同时 是不是呢 今天比照管中敏的这样一个条件 大家都先停职 那等到调查完毕以后 再复职 所以呢 这个当中啊 因为今天次长你代表内政部嘛 对不对 那未来跨部会的专案小组当中呢 你也必须要表达 内政部的立场跟意见 那今天我们的业部长没有来了 但是未来针对管中敏的事件 你内政部 你还是要表达 甚至我要特别提的 也就是说 现在连包括促转会哦 促转会的委员当中 政府主委跟委员 其中一个杨翠女士 这杨翠女士到底啊 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想也必须啊 针对所有这些内阁阁员 包括现在正要上任的 促转会的所有的这些委员 也必须要有专案咨询小组 来审查他们的资格 如果这个符合才能够上任 如果资格不符合 也一样不能上任 所以呢我想内政部 也就是说你在这跨部会当中 你就是其中的议员 我让次长你现在被列明其中了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内政部 针对像管中民这个案子 你要如何来表达你的立场 再表达你应该是不是能够统一一个标准 还是呢换位置换脑袋 两套标准 然后呢就针对别人都非常严格啦 自己呢都非常宽松 好给你说明一下 包委员 关于叶部长的部分 叶部长昨天中午开了记者会 其实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和内容 都已经对外说明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至于说管教授的这个 行政院的这个委员会 因为内政部基本上 只是里面的一个成员 我们针对内政部所主管的业务的部分 我们会在那个议题底下表达意见 那对于其他的部分 当然这不是内政部权责 你说我们叶部长说明得很清楚 你很清楚知道 上课的天数比管宗敏教授 还要多一倍以上 那如果合理呀 如果以27天每天上 三个小时 一个礼拜上三天就好 四周 他可能就是一学起的学分了耶 所以你说今天叶部长没有事情吗 那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话 叶部长没事 那管宗敏教授会有事吗 其实叶部长昨天讲得很清楚 他那一次去这项大学 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27天吗 确实这是很多的学术界的visiting的一个访问 而且我还请问就是说 管宗敏教授是在2005年的时候 那我们叶部长是2011年的时候 所以就是说这时间的差距 你们的审核标准是什么 就是只有看颜色吗 现在政治力已经凌驾教育了吗 什么叫做 我们的大学自主 学术自主 讲了一套说了是一套 其实当然不是这样 我想我们会针对 叶部长的事情 他昨天其实都已经交代了很清楚 好我希望就是我们立法院所有的委员 也能够是这个跨部会小组的成员 好好的来审视 我们所有内阁这些阁员 你只有嘴巴讲别人 只有手指头指别人 你有没有反省自己 好我们希望标准不要两套 好谢谢 好谢谢委员 段黎康委员改书面 接下来请杨振武委员 好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 我们请次长 杨振武委员好 市长好 委长刚才我们张委员有提到的 这一个赴大陆的这一块 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内政部的业管 您也不是当事人 就我个人来讲 我对业部长其实还算认同 就是说他的学术表现 还有他在内政部的表现 我还算认同 但其实我也不觉得 业部长到大陆去会做什么坏事 但是观感真的不好 两套标准差太多了 但是你不方便回答 你就不要回答了 没有问题 我们来讲今天的正题 今天主要是在讨访这一个有关地制法这个真定的部分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有关这一个地方各级议会跟代表会转播的这一个事情 其实我想提出来版本我们都很赞成 不管是哪一级的民意机关受到全民的监督 我想这都是百姓的权利 也是选民的权利 总不能选民把你选出来之后 他就没有监督你的权利 只能靠一些片面得知的一些片段来监督说 我选出来这个人称不称职 所以我想方向上大家都没有问题 只是在这两个版本里面会存在一个差别 徐委员的版本比较 跟我们立法院的版本比较接近 那黄委员的版本呢 事实上是内政部这个主管机关定出一个总则之类的东西 那就加油各级议会去处理 我想我个人是比较支持这样的一个版本 也很难由内政部去把这些所有的做法都详细的规范到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支持说 内政部定定一个 内政部就定定一个准则就可以了 那我想内政部的态度也是比较倾向这一个没有错吗 内政部基本上已经有准则了 已经有准则了 已经有准则了 所以如果已经有准则了 那今天黄委员的版本他修订的 这一个由内政部定定准则差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把准则的内容定得更完整更明确 但是你再怎么明确 其实没有强制力 报委员其实就算我们用法直接写明 他也未必有直接的强制力 对啦 如果地方 他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地方议会 他这个自治相关条例一直没有去动的话 其实事实上就算有罚则也未必有用 所以这个当然突发不足以自行 那在这个事情上如果大家都觉得有必要 那内政部有没有什么做法 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再进一步的推动 我想第一个当然是如果法朝这个方向走 我们后续在对行政监督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就会更积极更主动的去要求 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在民主的社会底下 其实一旦法这样的规定 地方议会如果真的自己违法 而不愿意遵循的话 其实民意和舆论的压力 会是对他们最直接的惩罚 好 希望能够如你所想 那我们就回归到比较现实的部分 当这样子做之后 一旦你这个法明确了 那就应该这么说吧 如果你这个法没有明确 那很多责任就不会跑到你身上来 一旦这个法明确了 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很多就必须由主管机关来代为思考 譬如说全国试用的这个问题上 它的经费问题 当你要把它明确化的时候 明定在你夜馆里面把它更明确的时候 经费问题内政部有没有考虑过 各位报告 确实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之前并没有估的太具体 但是态度上面我们的立场会觉得说 至少县市层级的这个议会 我们希望真的能够百分之百充分的落实 但是对于代表会的这个层级 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分级分类 因为时间的关系 市长我们简单的讲 我是在讲说 你们这个准则 由你们的考虑 这个本席尊重 但是在经费的部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各县市的负担能力 其实目前22个县市议会里面 已经有18个县市自己在操作 他们本来就可以负担得起 所以他们现在一直都在操作 只有四个议会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 我们的准则定得更明确了 那地方也愿意就自治法规来通过了 那么内政部在经费上 其实并没有 目前并没有规划 有相关的资源或者是 对就我们现在的预算并没有规划了 但是后续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可以跟主席总处再讨论看看可不可能 那说到这里 有没有主席总处的代表 来 来请上来我请教一下 周专委 专委好 刘专委 委员好 专委我请教一下 目前看起来如果说 像次长所说的明确化 那地方也通过了 目前是没有这一个相关补助的想法 那如果万一有的话 是一体适用 还是又要跟上次公务人员调薪一样 又要有不同县市的差别待遇 是 公委员报告 因为以目前来说 如果以县市层级22个县市的话 已经有18个 其中已经有18个是已经有建制完成 就是直播的这个部分 那么如果是要补助的话 会变成可能只有针对还没有建制 你听清楚我的问题 我并没有要你补助或不补助 我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政府 其实有时候要补助不补助 是一个念头而已 如果万一哪一天 这个政府受到哪一个县市的压力 说要补助了 那这个时候主机总处的态度 是一体适用还是又要差别化 我相信我们的补助办法里面 规定的这些的补助机制 应该都是一体适用的 一体适用 不会像上次军工教调薪一样 又要处罚财政模范生吧 根据补助办法的规定的话 我们的补助的确是会针对财力几次 所以今天也就是说 这个财政的模范生 在各种补助里面 不管今天谈的是哪一项补助 都会受到惩罚就对了 因为我们目前的财政收支划分法里面 本来就是会针对平均的限制 财化法本来就争议很大了 然后你用财化法这个争议很大的标准 去适用到所有你主机总处的补助 概念上全部适用 全部套用吗 如果你这样回答我就会去找 我会去找很多你主机总处 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 你敢这样回答吗 你敢吗 你主机总处心里很清楚 你有多少东西是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 有多少你是一体适用的 我让你再回答一次 公委员报告 只要是补助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补助 我相信它的标准都是一体适用的 只是我们会整理财力 那你 那没有很简单 我会马上找出你主机总处 没有说完全按照这个的案例 也有一体适用的案例 也有一体适用的 你应该很清楚 有很多案例是一体适用 没有完全按照财化法的这个比例 有些补助是大家都一起补助的 你应该很清楚 现在只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经内政部 更明确化了之后 假设 目前的方向看起来是没有需要你们补助 没有需要中央政府补助 如果要的话 希望你们基于鼓励的立场 能够一体补助 而不是说 我今天法定了 然后我又希望你做 但是其他人有补助 你又不补助 市长你觉得这样子会有鼓励的效果吗 包委员当然是一体适用是最佳的状态 是最佳的状态 刚才市长你也说了 透过舆论 透过各方面可以鼓励他 对不对 因为没有强制力要给诱因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方面明确要你做 但是我又没有强制机制 那其他人我又给补助 就是不给你 你觉得这样会有诱因吗 应该不会是这样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 限制议会的状态会是 因为有18个议会 它的硬体设施都已经设施好了 你现在在讲的是已经建制的这一些 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这一个现状 那我指的是假设它常态以后 就每年的维持费用嘛 每年的维持费用 一定有县市会喊着说要中央补助嘛 是 这可以预期的到 一定会有县市喊嘛 是 那万一县市喊了之后 你们受不了压力 就说好 关于维持费用我们补助多少 会不会有差别待遇 我关切的这一点 这个部分如果后续真的有做的话 应该就是 就是同样的标准 好 但是我的同样的标准 其实当然要遵守财化法的规定 你内政部有多少东西没造财化法 根本报告 没有造财化法 那一定是有另外签准的特例 它不会是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 我指的是在很多全国性的补助 对各县市一体适用 并没有按照财化法的这个分级分等 有吧 那都是有另外的方案 或者是另外签准 它不可能是某一个人 做了决定就可以的 对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精神 你今天既然是鼓励嘛 那你朝这个方向有很困难吗 这经费在内政部来讲也不多嘛 我们评估看看 所谓的委员您所认为标准一致 因为我实在是觉得 建制费用倒不一定会用到你们 以后的维持费用一定 如果一旦你们明确了 会有很多县市来跟你们要求 要这个维持费用的补助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只是不希望 财政的模范生金门 严守财政纪律 结果每一次都被处罚 今后针对这样的各种个案 我还会再来提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跟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在延长一段时间 到全部都处理完之后 再散会 那接下来请 林俊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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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启臣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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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文军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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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 黄国书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请华次长 首先我还是要非常感谢 我们的赵委员 众议委员的排案 让我提的这一个 地制法的修正案 有机会 可以在立法院做一些讨论 那今天早上当然有非常多委员 也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其实这个案子非常单纯 其实也就是说 在立法院当我们 从事推动国会公开透明 这个机制以后 其实获得很大的成效 那在地方议会 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 有一些公民监督 这样的机制在里头 那为什么我们希望 在地方上 也希望建立这样的机制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的地方上的公共工程 有太多的民众 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公共工程 为什么要盖这一个管 为什么要开这条马路 一般民众无从监督起 那 怎么没有放 好 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看到这个2009年 这个线上传播以后 这个破千万人次 这观看人数成长20倍 那立法院做到这个 其实上是提高了 公民 关心公共事务 这样子的发展 其实是对整个台湾 面向一个现代化国家 非常正面的 好 可是我们在地方上 其实还是有很多 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 闲政院有控管很多的地方的 闲置的公共建设 到现在还有非常多 其实各县市政府都有 非常多 那现在怎么处理呢 当然 要解决 但最重要的 我们要去了解 当时这些 闲置的公共工程 它是怎么样 被推动的 如何辨列预算 那预算如何在 议会 或是在 地方的 代表会里头 通过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当然尊重 地方议会的权责 但是一方面 我们也想了解 到底是怎么决定的 我觉得民众有知的权利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认为我们需要 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 那也就是仿效我们 现在在立法院 进行的这些 公开透明转播的机制 我要提一个县市 苗栗 在2016年 我曾经开过一个记者会 苗栗县议会的预算 二十几年来 没有被删过一毛钱 那苗栗县 当然有非常多 类似的 大家不知道的 公共工程 不知道 那三预算 当然不是问题 目的是要监督 如果当地方上的议会 它跟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不是监督的关系的时候 那我觉得民意的监督的 这个力量 就要进到议会里头来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机制 让民众会去知道 那当然就有产生一定的效应 那我不晓得在这个提案 内政部基本的立场 我们有两个版本 还有时代力量跟我的版本 我不知道现在内政部 怎么看这个事情 报告委 当然就内政部的立场 我们绝对支持 这个资讯的透明公开 能够落实的越深入 当然越好 但是终究有些是在一些技术面上 或者是需求面 或是衔接能力上 或资源端 我们还是要针对 代表会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 最好还是能够对于 实际上的需要 或者是分级的部分 能够有一些弹性 好 我同意 所以在我的版本里头 其实把这一个准则 由内政部你们来定 那只是把这一个转播 录音录影 以及转播的规程 把它入法 入到地方制度法 但是这个施行的细则准则 由内政部来定 那内政部你们有比较多的权限 去了解各级议会实际的需求 你们可以定出一个 大家都可以适用的一个准则出来 当然大家会讲到 那钱呢 我觉得这个钱是小事 如果因为我们设置了 公开透明的机制 可以省下 节省一些浪费的公共建设 闲置的公共工程 我们不要那么多的文资管 这省下来的钱 那不得了了 同意 同不同意 完全同意 那个钱跟这个是小见大五 所以花小钱省大钱 这个基本的原则 其实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很多的先进国家 去转播各级议会 其实都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的常态了 我给你看一个影片 这在日本 他们的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都可以看到 他们在转播他们当地议会的 议事进行的状况 可以公开透明到这种程度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 如果入法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希望 当县市议会在进行的时候 相关的政府机关 他们的公共空间 我们也设置转播 让恰功的民众 都可以监督 或者透过网路的直播 让有兴趣 去监督公共工程 或者监督医会 进行审议状况的这些民众 他们有一个管道可以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 现在来推动了 我觉得 我们会努力一起来把它促成 所以内政部基本的立场是 支持 支持嘛 是 其实我的版本其实是 比较可行性比较高 我们确实也认为 黄委员的版本会 增加一些弹性 就职务推动会比较可行 好 以上给内政部建议 非常感谢赵伟排案 谢谢 吴思雅委员 张廖万坚委员 孔文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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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美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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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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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嘉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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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乃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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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真卫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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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志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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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承秀霞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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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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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明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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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欣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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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雪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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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斯委員 接下來請古拉斯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市長 今天要討論的是有兩位委員想要在地方制度法增定54條之一 那麼當然利益都是良善的 畢竟這個都是希望各級的立法機關從直轄市議會 這個縣市的議會 鄉鎮市民代表會 都認為應該要陽光化 公開化 所有議事的過程 開會的過程都要公開 而且這公開的方式 不是當時我們在制定相關的規則的時候 說把大門打開 這個叫公開 以前其實那個定義就是這樣 只要大門打開 我沒有拒絕大家來旁聽 這個就叫公開 那麼現在的公開就不一樣囉 現在的公開呢 就是還要有錄音錄影 還有轉播 例如兩位委員的版本裡面所說的 首先我要表達就是 我個人完全支持這樣的目標 不過您剛剛在跟稍早某些委員在對談的時候有提到 你說即便是立法 也不見得具有強制力 這個我倒有一點意外 您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如果立法不具有強制力 那我們不需要有立法委員 我們也不需要開會 您的意思是什麼 那不是說 所謂的強制力說 當有人有些議會假設說 他不願意遵守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是可以要求 但是不是說 就簡單講是圖法不足以自行 所以說只有法律定的之外 當然我們在行政的監督 或者是希望透過民意或輿論的要求 可能讓一些假設有一些議會或代表會 他不願意來做的時候 能夠有更積極的要求的力道 因為這是要不要做 其實某某程度上還是會 人是可以抗拒的 我主要強調的是 那一個現象一旦發生的時候 我們不能拿著刀抵著他的脖子 要求他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說我在講的是這個意思 倒不是說這個法沒有效果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好 那感謝你的說明 那麼其實以這一個修正案來說 我個人認為以立法的技巧來說 我先講結論 就是我並不支持 時代力量許永明委員的版本 我傾向於支持民黨黃國書委員的版本 因為為什麼呢 我認為其實地方自治的權限是要被尊重的 那麼在這兩個版本裡面 我們看到黃國書委員的版本 他尊重地方自治 他多了一句話 就是其準則由內政部定制 我們也知道就是其實內政部現在有一個準則 這個準則叫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而其中的第25條就有相關的文字 直辖縣市議會 縣市議會 鄉政市民代表會 還有山地原住民區區民代表會 會議要公開舉行如何如何 但這個就是稍早在跟您討論的 那麼在早期我們制定這準則的時候 一定我們所謂的公開就是大家都可以來 我們窗戶都打開 我很公開 可是現在呢 因為到21世紀 整個這個網路數位科技還有事情網站都很發達 所以這個公開就必須要重新定義 所以我如果聽了一個上午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就是次長或內政部並不排斥來進行修法或增定 而是條之一 但是呢 你們也更支持 進一步在這個組織準則裡面 做重新的定義跟修正 是的 沒有錯 那您定義的公開 您現在所想像的 所以你認為這個公開要如何定義 哪一些這個行為或是措施叫做 當然很直接的錄音錄影 然後能夠在通路上面能夠主動被動都看得到 我想這背後就是公開最直接的一個表達 當然有些是書面的資料的呈現 這一步我們都希望越透明越好 我曾經看到在升格以前的桃園 桃園的龍潭 龍潭的鄉民代表會曾經出現過這麼一個景象 你來看一下 看起來它並 它其實只是一個室內的這個 它不是一個轉播的系統 它只是一個鏡頭 結果這個鏡頭呢 因為這個 這應該是發生在2012年 我們看到這個時間 然後這個一言不合 可能因為這個主席 還有這個相公所不合 然後雙方就打起來打得亂七八糟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在這一次的修法 或我們期待可以修訂這樣的準則 就是希望像這一類的畫面 或整個意識被討論的過程 其實不只是在這個 我們原本叫裝設的camera才看得到 它所有討論的過程其實要被聽見 我們希望在各地 其實這只是一個例子 其實大家在座都很有經驗 各地方的這種鄉鎮市民代表會 開會的時候狀況實在是很多的 有時候很激動的 那有時候就是無論如何 就是一毛錢都不刪的 有些就是這個代表會主席跟鄉長被哈的 那反正就通通給你刪掉 刪掉讓你根本就無法運作的 而為什麼不刪或為什麼刪 其實最基層的選民 其實並不了解他們選出來的鄉長 或選出來的鄉民代表 到底為他們說了什麼話 所以其實我有一些建議 也想聽聽看這個次長 包括議會各級縣市議會的大會跟委員會 是否應該都要有這些內容 而所謂紅字的部分就是我們目前整理出來 都沒有做的 目前例如說各委員會 我們分成這個議程的事前事中跟事後 各式各樣的議事進行的內容 是不是應該包含這些過程 包括事前都要預告 我要告訴我們的鄉民 說我們幾月幾號要開什麼會 而這會議的內容可能我們要討論什麼 而市中過去叫旁聽 可是我們要不要建立這些直播錄音錄影的制度 而事後我們的議事錄或是隨選的系統 要不要放入 所以在我們重新定義 或者未來在你們的準則討論過 這一些重新定義和未公開舉行會議的內容之後 而第二步我認為就是剛才很多委員都問的 其實內政部的確必須思考 因為地方的相關所在太窮了 所以到底有沒有一個制度 是可以由中央來補助地方 來完善這些基礎建設 不知道次長您的想法是什麼 包委員當然其實有些 當然縣市議會大概做的都比較完整一點 那個代表會確實那個落差其實蠻大的 那我們也了解公所的那個貧富狀況的落差 也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反過來講 這背後當然我們就要來思考 就為什麼就像委員您提到說 您比較支持黃國書委員的那個版本 就是說它不是全面由中央立法強制所有 而是要尊重地方自主 有些彈性 我們也希望未來在代表會這個部分 能夠有些分類和彈性的做法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是說在經費的補助上面 其實如果彈性和做法不同類型的等級分出來 我們會比較容易掌握住 那如果要做的話大概要花多少錢 多少的狀況下是地方可以自行承擔 怎麼樣超過部分可能真的需要中央來補助的話 我們也比較容易跟主機總處這邊來溝通 所以說我想這整套 讓我們回去趕快多努力趕快去規劃把它弄清楚 我們當然會希望越透明 那能夠給予的資源越充分當然是最好的 市長您能不能出估規劃這整一個 等於說公開議會升級的整個計畫 大概需要多久的規劃時間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落實 我們也知道編預算需要 這個是很大的戰場 需要去來爭取預算來做這些東西 來補助地方 可是總要給我們一點希望跟一點時間 讓我們知道你們即將如何動 來改善這個狀況 確實我們過去比較沒有在這個部分花功夫 不曉得要多久 半年 我們現在也希望半年 半年好不好 半年 希望半年之後這一整個系統 還有措施的基本的藍圖可以出爐 好 我們先去就是掌握那個需求 和那個可能它的 對 好 沒問題 我們努力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尤美女委員 好 接下來請尤美女委員 好 接下來請尤美女委員 优优人好 次长好 今天不是咨询杜庚了 今天换成是地方制度法 那地方制度法呢 当然今天要修的是 让整个一个地方议会的 这个会议资讯的一个公开透明 那我看到你们的报告也写说 你们赞成就是黄国书委员的 这样的一个版本 应该要让他能够直播 但是也考量地方的各方的情况 那当然这里我想本席要再咨询的是 次长应该知道我们行政院 在2011年有制定一个 性别平等政策纲领 是 知道 那性别平等政策纲领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地方制度法呢 在修正草案呢 就是地方制度法 应该立刻赶快修正地方制度法 那将妇女的保障名额 改为性别比例的原则 那以北京行动纲领所设定的 30%为忠诚目标 并且以达成40%性别比例原则 那就是2011年的行政院的性别平等纲领 那就是2011年的行政院的性别平等的纲领 那同时呢 这个贵部呢 其实也在去年9月就召开这个地方民意代表 妇女保障名额制度的检讨的一个工厅会 那在工厅会呢 也几乎呢 大家都一致地决定说 应该呢 就是要去朝这个方向去修正 但是呢 我们从2011年行政院的性别平等纲领 到今天要修改的这个地方制度法 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 好像指纹 楼梯响不见 这个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是说 什么时候你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法 报告委员 当然 我们去年是有办过工厅会 那工厅会上面当然 与会者对于这个保障的名额或者是比例 其实还有不同的说法和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会再积极地去 跟各相关的学者专家 或各部会 我们再来做更多的讨论好不好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 第一个是从妇女保障名额转轨 转轨到所谓的性别保障的这样一种说法 比较中性的角度的说法 那当然也希望是说 如果说从现在的四分之一的这个保障 看怎么样来往上调 但是这个部分确实需要建立共识 还有社会的沟通 那我们会努力 在这个部分我们会 接下来赶快积极地来 来推动这些事情的一些讨论 因为行政院的性别平等政策纲领 的这个权力决策跟影响力里面呢 关于就是说提升女性的参与机会 扩大参与管道里面提出了几个 一共提出了四点 那第一点呢 就是说要持续推动 并且呢 就是实行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的委员会 性别比例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已经落实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当时在提供 在要求说各个委员会的性别比例三分之一的时候 一样引起很大的反弹 但是现在实施多年 其实大家也觉得很习惯嘛 因为性别比例单一性别 所以今天事实上也相对的去保障了男性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说 譬如说是属于社会局的社会的事务 几乎都是性一色女性 但是她同样的要去保障男性 甚至包括行政院的性别平等会 也一样保障三分之一的男性嘛 所以事实上性别比例并不是纯粹在保障女性 其实是在任何单一的性别 只要你低于三分之一都同样受到保障 所以基于同样的一个原则 在妇女的这个参政上面 也应该用我们把它 就原来的妇女保障名额 把它改成性别的比例 那现在既然各个委员会三分之一 都已经不是问题 甚至我们看到地方议会的女性 现在都达到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呢事实上把它改成三分之一 其实在今年就是透过这样所谓的 四分之一保障名额当选的 其实只剩下不到一% 所以在这里表示说我们整个社会 其实已经用三分之一 根本已经不是问题 那我们为了让说 我们不是要用所谓的妇女保障名额 而是用性别比例 保障任何单一的性别 它都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我觉得这个会比我们原来的妇女保障名额 其实是更往前 更往前瞻着去迈向一步 那甚至呢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里面的第三点要求政党补助金 提拨一定的比例来促进妇女的参政 这个我们的政党法也修改通过了 那降低政党这个选举的保证金的门槛 跟政党补助金的分配的门槛 那这一点也已经通过 所以四个要点里面现在只剩下 地方制度法的这一块没有落实 而这个是从2011年到今年 2018年了 已经快这个六七年了 那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能够尽快地实施 何况今年 我们又要再 这个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性别 这个影响评估的 这个CEDA公约 这个今年的七月呢 我们又要召开这个所谓的CEDA公约的 这个第三次的国家报告 那在CEDA公约 其实上一次的专家学者来的时候 在这个妇女的这个参政上面 其实也是多所建议的 就是所建议就是应该要让 这些的妇女的这些 所谓的参政的这个比例呢 也应该要提升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 尽数地提出地方制度法的一个修正 你们已经开过了很多的公厅会了 而且在依照行政院的 性别平等政策纲领 其实已经政策都已经做了决定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 尽快地去做提出修正 报告委员因为刚好今年要选举 所以说今年在这个部分的讨论 我不晓得会不会如果说 会不会影响到今年的选举 所以当然这部分我们会努力来推动 我们会努力来规划和讨论 那可不可以容许我们先不要急着用修 直接提出地制法的修正草案 而是针对这个研议如何来推动这个业务 或推动这件事情 然后他做一些比较多的讨论和评估 然后来提出报告 你们已经研议六年了还不够 你们要研议多少年 因为这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值得在 跟一般的委员会的那种 就是政府的委员会那个形式 中间不大一样 因为它是人民的投票权的 选举的行为的展现 它跟性别保障 它本质上是同样对等重要的 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调整 为什么在去年的公历会上面 其实大家还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个比例上面 可能原因也是在于说 它不是这么单面向的 一种对于性别比例的议题 因为它背后还涉及到 人民行使投票权 这个权利的价值 所以说这个部分 真的还需要大家多一点讨论 会比较好 当然在这里说 的确是人民行使投票权的这个意象 但其实法律也有在促进 改变人民投票的意象 就像以前女性根本没有办法参政 以前别比例保分 对不对 所以在自己当你的法律修改了之后 女性的就会被看到 她的能见度就会越来越高 优秀的女性才能够出头 那当一个社会的发展 它缺少我们说飞机 为什么它能够飞得远 它必须有双翼 当一个社会缺少一半的女性的时候 我想那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好 现在女性也证实 就她凭着她的实力 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了 那既然她凭着实力 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我们法律把它说 性别单一性别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其实这不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如果说今天女性凭她的实力 只到百分之十 只有十分之一 我们突然把它提升到三分之一 那当然这跃得太快了 但是我们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现在女性已经凭着 她的实力都已经是三分之一了 那这样的一个制定 冲击并不是那么大 我们绝对是乐见于 朝这个方向来调整 我现在只是说 这个部分容我们再多一点沟通 那你们要多久的时间呢 我想今年麻烦 就可不可以让我们沟通 因为其实原则上 也不要影响到 今年年底的选举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今年的时间 让我们再做更详细的研议和讨论 2014年错过了 我们2018年要再错过 那2018年一选举完 是不是就能够改 还是又要再错过下一届呢 2022年呢 我们当然是绝对 需要朝着努力是 在下一届我们就可以来 试用新的规定 好不好 好 你是promise 下一届就可以 是 我们努力 好 谢谢委员 好 请林淑芬委员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要是请我们次长 林淑芬好 次长 我延续刚才 游美女委员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我们今天审了 这个地方制度法的 这个修正的内容 大概谈到所谓的 这个录音录影的规定 那事实上 中央要不要这么高强度的 对地方自治的议会 去做这么高的 这个法律上去修订的 这个样的一个准则进去 我个人觉得 好像还要比这件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对选举制度的改革 那特别就是 刚才游美女委员讲的 我们就是在讲这个 妇女性资金会 昨天开的做的声明 从1999年 我们修了法以后 规定这个地方选举的 这个四分之一保障名额 走到2014年 县市议员的 那个女性比例是30% 就走了15年 强硬规定25%的保障 然后走了15年 终于多了5个%出来 到30% 但是呢到现在为主 妇女因为保障名额而当选的地方选举 2014年为例 才9个人 那我们是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成长 但是就是说 那剩下的最后 最后几里路 不敢说是最后一里路 就是说 从这个30%的 现在女性的这个当选比例 增加到三分之一 只不过是要多3个% 那这个重点不是3个% 因为它会被 它会被稀释掉 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出现在这个 盪选席次少的小区域 或者是在偏乡里面 那现在就是说 盪选人数在三人以下的 那在资源不足的偏乡 其实我们更希望 那个女性应该扩大参与 特别是在四人以下的席次里面 女性的比例远远的 不如多位区那种多席次 然后这个当选席次高的地方 那以澎湖县议员19个为例 19个立委有6个选区 除了马公有这个超过4席以外 其他都没有超过4席 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 性别比例 它是严重会失衡 在这种鼓励女性参与公共事务里面 我们希望说你自己 你自己去年所邀及的 这个妇女保障名额制度检讨的公厅会 你们与会的学者专家 都是支持至少三分之一 这个东西我想是不难 不过你刚才已经承诺了 那我们就是希望你 好 我们来努力 在下一届选举前 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果 我们要求的不多 从现在平均30% 提升到三分之一 也不过是33% 第一个 第二个它对于当选席次少的地区 它可以让女性的参与 公共参与的机会增加 好 那我现在讲第二个议题 就是说 民政司业务 你看一下 这个是清明节 清明节 是个美丽的误会 你要不要表示点什么意见 报员 当天我们内政部就已经发新闻稿 谴责公会 因为它不应该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扭曲 污名化的这个方式 来把一个对的政策 把它说成清明节要消失 所以我们当天就发了新闻稿 直接用谴责 我们后来去调查了一些资料 我们发现新北市推绿色殡葬套组 从身后过世的那一刻起 身后是全部免费 完全一整套全部免费 难怪新北市的殡葬设施 同业工会要跳脚 党人才录 那个比例非常的少 所以我觉得工会这样的作为 比例少 那我现在就问你 请问你 作为殡葬礼仪的组责的 机关内政部和民政司 你们到底鼓不鼓励 要不要积极去倡议 所谓的环保障 绿色殡葬 你现在你讲说 这个比例来这么少 嘿对啊 那但是你们在推广说 我们成效很好的时候 你就说我们成长了37倍 你们以前说 环保障10年增加了37倍 那个数字是从2006年的246件 到2015年的9136件 那我现在重点不要玩文字游戏 现在我要问你的态度 这个国家 在台湾这么有限的条件里面 你们要不要积极的去推动 这个选择 鼓励这个身后市 要选择绿色殡葬环保障 我想就方向上 这里面有几个面向 就政策上我们当然 我们支持也愿意持续推动 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这样一个政策 背后又是落实 背后还是涉及到 人们的观念或习俗 涉及到跟殡葬设施 工会的业者 抢生意啦 抵触到他们的利益啦 不是吗 我想我们的预计啦 未来死亡的人口逐年会攀升 所以说我想 我觉得业者不需要这么小心眼 这样的小心眼的业者 其实反而导致政府 可能会更愿意积极 来推动自然环保障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们环保障成长率多少 我们从过去五年 2012到2016年来看 选择环保障的比例 从1.91%成长到 最高2015年 是5.58% 它的确跟现有的殡葬设施业者 会有利益上的冲突 我们必须要承认有这一点 我们不用讲道德 高道德说 不需要这么的小心眼 其实就是会有 到2016年 它就下跌了 从5.58%下跌到3.93% 你怎么解释这样子的成长 和这样的衰退 那你又有什么样的政策手段和诱因 你想不想做说 你们要让它的成长率 要继续成长的 有没有这个企图 还是要低调的选择说 我们就不要去抵触到人家的利益 因为鱼围都不会出去了 就是了 八委员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会去做宣导 但是我们也希望它顺其自然 因为终究这个涉及到人们 OK 你选择了顺其自然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从我们把这个环保障 这个绿色障 然后纳入我们的法规 2002年修法以后 新增了树障 骨灰抛扫或植存的环保多元障 到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的母法都定了 还有几个地方政府 完全没有任何规范 没有自治条例 没有在施行 你没有自治条例 没有规范 它就不能施行 所以那个地方 那几个县市的人 想要去环保障 也是不可得 你说顺其自然 它想要还不能 这是顺其自然吗 今天没有准备到那个资料 你的民政司业务 市长可以回答 你当然不能回答 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么细 市长可以来回答 你告诉我 我们现在等于说全国有33处的环保障 我现在不再问你那个 我告诉你 有几个县市 我问你全国才22个县市吧 新竹目前还没有环保障的牧原 我不再讲牧原 我跟妳讲连自治法规都没有 自治条例都有定 只是说它还没有 自治条例都有定 你确定吗 新竹市有吗 冰障管理自治条例都有定 新竹县有吗 有 没有自治法规 不要在这里睁眼说瞎话好不好 环保障相关自治法规 依据新竹市新竹县 苗栗县南投县 澎湖县连江县 通通都没有 它是定在他们的殡障管理自治条例里面 但是就环保障这个没有 没有比较 没有特别去强调 没有啊 就没有任何关于 如何海葬 如何抛洒 如何树杖如何植存都没有 所以 所以 这个里面他们 环保障的统计数 建数是零的 基隆新竹 也是零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的 你们说顺其自然 其实是顺其业者的自然吧 包委员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会去宣导 我们会去督导 特别是已经推动比较落后的县市 我们一定会做行政的指导跟要求 这部分绝对是我们的政策上还是要积极的去要求的一个事项 我们要讲说要不要旁听要不要公开 这理所当然嘛 可是这些议员有没有去定一个让他们自治条例 然后让他们符合泄民需求的相关的生活上的问题可以解决的 这个才是我们要求的重点 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的督促地方政府赶快落实该有的办法 这是内政部民政司的业务重点嘛 也是重点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政策手段 有什么样的规划 那你们去要求地方政府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萝卜或棒子 我们是希望成归成土归土 然后环保障可以成为主流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其实新北市政府的这个一套全部免费 然后还有这个相关其他县市一次6000元 对于家人来讲当然是殡葬的 就是身后室的处理成本是下降的 第一个 对台湾环境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在有限的土地上是比较 比较友善土地 友善环境 也友善后代子孙的一种选择 选择啦 不一定说要强制嘛 那但是就是说政府有没有提供 人家可以有这一种 我选择要成归成土归土 然后不破坏大自然的环境 然后不造成子孙负担 我有没有得这种选择 那现在我是要告诉你说 有限市是零的嘛 是 谢谢委员告诉我们 那我们是想说 如果引一句这个圣言法师讲的时候 人生的终点 不是生命的结束啦 那我们 他们的讲法也是说 选择回归自然大地 就是让生命圆满无限的延伸 而绝对不是说 环保障是个美丽的误会 我想这个业者这样的大动作 我们也要看到背后其实是有利益的结合在里面 当然一方面我们谴责 但我要再次表达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 不应该这样子来做 以上是我们的说明 环保障的比例如果升高 他们的殡葬设施的业者的收益就会减少 这是反比的 所以我说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是反比的 这个是必然的一个反比啦 这是企业的水准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不好 但是国家 你不能让人民没有得选择啊 那些零的地方要让我们有得选择啊 好 好 好 杨文智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大家辛苦了 吃饭时间 我想请 那就请次长 杨文智好 好 次长 今天我们固然是修地方制度法啦 但是我想应该那个大家应该争议不多 这个我倒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动都庚也算是 是准备要如火如荼来进行 那最近台北市有一件算是公办都庚案 去处理这个民间整宅啦 这个案例是 当然是 施文理 对 你有注意 那 这当然 其实 其实像林副市长 过去也是我有导同事啦 我也相信他 在处理这个事情 他也应该也是非常努力 但是这里这几天碰到的问题 我不晓得次长 次长有没有注意到 我晓得委员指的是哪个部分 就是说在那个试问里整宅 那他当然是符合都庚的条件 而且其实最需要都庚的地方 居民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糟糕 那但是呢居民又以中低收入为主 其实不只是 不只是原住户 就是拥有产权的原住户 成租户更是 那于是他就出现了问题 成租户 他如果一方面虽然他收入很低 然后又没有中低收入户的资格 家里小孩又多 挤在一个十平大的这个小房间里面 他在整个公办都庚的过程里面 他竟然只得到 我了解 我昨天特别去探访一下 2加1台 什么你知道吗 搬家货车的补助 就是说我带你给你车出去 我带三台车给你 本来好像二台 后来就先加一台 二加一台的车子把你推出去 也就是说 在我们整个想要努力推动公办都庚的过程 他当然有种种问题 但是碰到 碰到成租户 那他本来的条件 他会住那里其实就是他的条件不是很好 那他又不符合中低收入的资格 我想这样的range 其实我几次跟次长交换意见 包括很多青年也是一样的问题 我们的租屋津贴 或者我们经常利用这样的身份识别 去给了补助 但是有些他刚好超过一些 或者有些他刚好 这个主张还留给他部分的房产 他这些资格都没有 可是他生活却是迫切需要 好像 像斯文里 就有 还有大概 大概 像成租户有 有一百多户 然后有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他没有办法被安排到中级的住宅 他也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租屋的补贴 好 那他只有得到三部 搬家 搬家卡车的协助 好 就是帮忙到达出去 好 次长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跟谣言报告 当然第一个 我们在都根条例最新修正的草案版本里面 第80条 我们就特别的针对 当都根的过程底下有需要的拆迁 面对的这些承租户或援助户 各类的人的一些协助的一些要求 当然这个事情您刚刚提到的问题 涉及到是说 各种要协助者 他的那个标准的那条 那条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当然就客观的条件 我们是可以定出很多很多的标准 但是就现实的主观面 我们也可以了解 或许可能 因为例如说我这样讲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财产的标准 其实是财产有800多万元以下的 他就符合资格 但是可能有人 他虽然拥有财产 但那个财产又可能是 其实虽然是他的名下 但是实时上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处分的能力 或使用权 但是因而他就丧失了弱势的资格 那这个部分就代表是说 我们可能未来在这个所谓的不同弱势者 的那个弹性的这个机制底下 真的还有需要再加强 但是因为现阶段办法定在这边 公务人员依法行政 他也有他的一些困扰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来思考看看未来怎么样再增加一些弹性的机制 让刚刚您提到斯文里的这些 他真的可能还是真的需要被帮助 他真的又没有办法被帮助 他补查也做了啊 他也进驻调查啦 也做了很多的说明 沟通 协调 而且这还是市政府办的啊 是 但是我刚刚讲的是弱势的承租户 那还有一部分是住户 他的中级住宅的补贴 比如说租金的标准也远低于市价啦 是 然后这个大的公办度更安在进行的时候 周边的房租也涨 据说啦 这个媒体报导我不晓得是不是 据说也涨了 涨了四成 周边 因为周边马上就必须要搬走 所以这些都是动态的问题啦 部长 像斯文里这样 因为我看台北市政府不愿意处理 所以媒体昨天很多人都去报道 台北市政府就 就 就 在我看啦 其实在我看 市政府应该是有 有办法用专案的方式啦 因为这是 这其实是一个 公办度更的 这针对 针对民间产学的第一件 那我认为 像这样的弱势承租户啊 其实市府只要专案补贴 比如说补贴一年 每一户 每一户 我们现在讲五千块好了 其实我给他算一下 总共才六百万 这个公办度更案 市政府是准备拿 度更基金拿二十几亿 是 但是最后的这些 这些 最无助的 最无助的 这个区区的六百万 这个市政府却拿不出来 嗯哼 这坦白讲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上面的首长 没有办法体恤民情 把他做的 为得不足啦 我完全同为姚委员的说法 确实这个部分如果有弹性 用专案的方式来处理 你知道我在讲柯文哲哦 我支持你现在的建议 我支持你现在的建议 过去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这个住宅的津贴 甚至我有提过我们未来 我们未来这个有关于 有关于这个年收入 年收入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给他 呃就 身份的 身份的辨别来讲 他的补贴 有一定的 时间 来协助青年的 这个住宅的问题 嗯 那 这个就其实就是形同一个专案 嗯 那你们过去的 这个住宅 补贴的整合专案 市政府出百分之四十 中央出百分之六十 你们也可以有专案 好 那以公办都更 以我们现在努力在推动来讲 我是觉得内政部也可以 也可以考虑协助啦 呃 评估看看啦 因为其实他应该内化在 每一个公办都更的 因为我在想啦 我在想 这个台北市政府是不是都没有跟你 都没有跟内政部来协商这个事情 来请求补助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台北市主导的 的公办都更嘛 那其实他是可以内化在他整个财务的体系里面 就可以吸收掉 其实就可以吸收嘛 对对对 那就是 就是很可惜 没有处理啦 是 没有处理 如果原来的财务规划也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那有没有可能这些弱势户来协助一下 市长你回去研究看看啦 好 了解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 谢谢 林维州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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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 其余均已发言完毕 巡打结束 委员 委员 段一康 林维州 许志杰 书面资料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内政部以书面答复 委员 直询 未及答复部分 疫情令以书面答复 现在进行法案处理 请宣读 地方制度法 增订第五十条 五十四条之一 条文 委员 黄国书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五十四条之一 直辖市议会 县市议会 乡镇市民代表会 应订定录影录音及转播 规程 其准则由内政部定之 委员 徐永明等十七人提案 第五十四条之一 除秘密会议外 地方立法机关 应透过电视 网路等媒体通路 全程转播大会会议 施政报告 直询 听取报告议程 及分组审查 并应全程录影录音 宣读完毕 好 那个 请内政部讲一下你们的意见 针对这两个委员的提案 报告委员 我想 我们建议可不可以采取 黄国书委员的版本 然后把 最后一行的转播规程 这个规程改成规则 那这样就完全衔接我们现在的机制 以上 谢谢 好 那请问在场的委员 我们是不是照 然后那个麦克风 麦克风给那个在场的委员 主席谢谢 我只是询问一下 那订定录影录音跟转播 那这个是包括电视广播网路 这些媒体通路 只要我们现在用得到的全部放进去吗 还是只有就是录影录音跟转播 看起来就是电视而已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第四台而已 还是说包括以后像YouTube或是说哪一种 基本上当然电视网路大概能做的 当然我们都尽可能去提供 也包含在内嘛 对 多元管道 所以这些就不用再涉及到文字修正是吗 应该不需要 因为它本来就涵盖了这些 好 谢谢 好 那个郑天才委员 这个 针定的这个条文 因为涉及到最基层的 乡镇市民代表会 那乡镇市民代表会 大家都要也很清楚 其实他们开会的时间 也没有很长啦 然后他们这个尤其是偏远偏乡的 这些乡镇市民代表会 或者是乡镇市公所 他们乡啦 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乡的裁员 财政也不是很好 所以 因为这边是写音啦 音 是不是会太强制了 对这个最基层的来讲 开会时间又不长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到音的地步 大家是不是能够再考量 以上 那个郑委员 那个我们待会还有附带决议 你可以先看一下资料 好 接下来请张宏路委员 我想请教啦 反正 这边录影录音及转播规则 其准则由内政部定制 那个所有的细节都内政部 会把它定好 包括不一定说百分之百 一定要定是 透过网路或什么都可以 你们都要把它 好 你们那时候你们的 你们的规则就要写 写得清清楚楚 好 好 那个请问在场委员 那个薛言跟你说明一下 刚刚那个内政部 他大概有针对两个提案 有做了说明 他认为说 是可以采用黄国书委员的 但是把那个规程改成规则 大概内政部刚刚已经有 做这样的说明 好 那个麦克风给薛委员 其实这边 就说要跟 各位委员报告 就说 我这边是把它定的比较 细了 那其实不论是我的版本 或是国书的版本 内政部都还是要定 施行的这个办法 那我们这边是 希望说 能比较明确的来规范说 除秘密会议之外 其他的部分应该 其实都应该有这个 透过电视网络 等媒体 来做这些 除了直播之外 当然 全程录音录影 其实我们 我们两 跟国书这边都是一样 那只是我们这边会比较强调 就是说 转播跟直播这一块 所以我们才会 采取比较细 那其实就算我们讲的比较细 其实最后还是必须有个 实行的这个 对 还是要准则在那 我们是比较 我这边是这样想啦 就说 啊 最后还要定准则 可是 内容是什么 会不会反而给 也不是说不信任内政部啦 就是说 变成你们在决定说 哪些是要 要播的 要处理的 那如果把它定在条文里面 会不会比较清楚 来 那个次长你再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 因为其实刚刚其实有很多委员提到 其实不同的 特别是代表会 他的成绩和他的量能 其实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分类 还是要做一些分类 那因为要呈现出来的内容 其实有些 其实你可以透过 因为直播 直播与否 其实未必就是一个 好像非得马上达到的 因为你只要有揭露 你不要揭露 那个timelake不要非常长 其实他未必要达到直播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这部分 当然我们会去针对地方的量能和需要 就是说资讯揭露的基本需求 我们会开出那个标准出来 那保留一些弹性给 主要是代表会的这个部分 那县市议会这部分 我们当然会要求 尽可能达到 虚委员的版本的那个期待 以上 好 谢谢 所以你的 对不起 我就说 所以你们的规范就是说如果这个 不论是准则或细则 所以你们会分不同层级的这个 地方议会来做规范 那第二个是说 因为目前其实很多市议会 已经有直播了 已经有直播了 对 只是说他们的系统 可能不像我们立法院这样 他的直播就是放 可能没有一定的处理 那甚至有的你也可以上网去找他过去的资料 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不同的县市议会 或是县市政府 资源会不一样 那比如说六都其实我们可以 就做比较多的要求 反正他资源比较多 那是不是可以问一下次长这边 就说你们有炒稿了吗 有炒案了吗 我们可以 也还没有 没有啦 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还是要去做一番了解 再来定会比较好 但是时间我们会尽快去把它做出来 谢谢啦 我觉得虚伟员的用意 其实跟我的版本的精神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各籍地方议会 可以更加公开透明 然后受到民意的监督 虽然各籍地方议会 它代表民意 那事实上 因为它没有公开透明的机制 所以它代表的民意 是不是真的民意 这个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迈向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部分 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的监督 那因为地方制度法 它是一个法源 它是一个母法 那我认为在这个条文里头 不需要定那么细 这个细的部分我觉得 是授权给内政部 针对各籍议会的实际的状况 去定出一些准则 那这个准则其实还是要 以公开透明为原则 那这个部分就给内政部 你们去定一个 比较符合实际状况需求的 一个准则出来 那基本上我这个条文的精神 是要把 这个议会 各级议会的录影录音 以及转播 可以把它入法 入到地方制度法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地方议会 已经其实有的已经在实行了 那有的还没有实行 那如果我们入法了以后 是就全面一体试用 那当然也让各级议会里头 有这一个压力 那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规范 来从事这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 最重要是这个机制的建立了 好以上 谢谢 好谢谢 那我再做一个会整 就是我们针对地方制度法 第54条之一的这个条文修正 我们就依照黄国书委员的提案 但是在这个转播规程 把它改成转播规则 那其准则由内政部定之 那也特别跟内政部说 那个刚刚徐永明有讲到 徐永明有讲到 就是准则要定的明确 所以这个我想会整大概是这样子 主席我可不可以建议 可不可以就并案送出这样 然后如果内政部这个准则出来 我们可以来看 因为我这边的确是定的比较细 那当然内政部这边考量就是说 那地方代表会这个也要这样子吗 那这可能其实是有 那我意思说如果并案送出 反正之后不论是协商 还是不协商进入二读的时候 其实内政部这边如果准则比较清楚 比如说它也可以符合我们这边 希望定得比较清楚的这个需要 其实我们那时候可以再处理 可以吗 好先等一下请那个政天才委员 这个我是比较倾向黄国书委员的提案 因为毕竟它地方立法机关包含了这个乡镇市民代表会 事实上还要增加一个直辖市的区 乌来区 乌来区 它也有代表会 它也有代表会 还有桃园的复兴区 高雄有三个区 台中还有和平区代表会 不是这边没有写到只有写乡镇市 所以这个文字 对对加一个区了 加7 10加市的7也没有代表会了 直接接7就可以了 那个民政司长你是不是说明一下 那个政天才委员刚刚提到了这个部分 因為我們第一次往後來正列了直轄市的三地原住民區這個部分 不是每個條文都去把它改成鄉鎮市原住民 直轄市原住民區都不是這樣改 所以我們在87條就直接把它寫成准用就好了 依照那個來辦 所以我們其他的條文都沒有把那個區加在裡面 是因為這樣的 所以這個條文 因為整體的一個規範的一支 其他都沒有出現區 這裡出現一個區是比較怪 是是是 好 好 那個鄭委員這樣子可以接受 好 謝謝您 那剛剛那個徐永明委員提到的是不是可以併案送出 那我問一下在場委員的意見 來 那個 不是啦 你就出委員會就併案嘛 就送出去嘛 然後之後 如果內政部這邊 我們這邊 他的這個準則 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懇慎就是說 不要擔心說轉播 談的是事後啦 那直播這一塊 目前已經很多地方在做了 那你要不要把它涵蓋進去 那如果內政 因為我本來希望說內政部如果有草案 準則草案出來我們可以看 那如果已經滿完整了 可以涵蓋 我是所以我才希望說 是不是先併案送出 那內政部這邊如果草案出來 我們可以看 反正我們二讀三讀的時候 我想內政部草案應該是有了吧 好 那個次長你再說明一下 因為一開始徐委員還沒進來的時候 你有講到說 就是先採用通告書委員的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啦 我們當然規範上面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這樣講 第一個原則是直轄市縣市我們都要求 直轄市我們都要求要直播 縣市的部分當然還是要有轉播 但是是不是Live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再跟他們討論評估看看 好 這是這個原則我們先這樣定 那代表會這個部分 確實我們需要再詢問一下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難很快 就把那個規則定得這麼明確 因為我們真的還是需要去瞭解 因為204個代表會 其實我們真的還是需要做一些調查 就要去看這一個打算掌握會比較好 好 請張宏路委員 其實早上我的質詢 就是跟徐永明委員的看法是差不多 可是他們現在都沒有去準備你 很倉促我覺得會不好 因為有的比較小的地方的代表會 其實他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 也可以達到直播的效果 他們都有他們的網頁 他們的網頁只要其實架一個簡單的攝影機 就可以直接在他們網頁上去 就像臉書的直播什麼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讓內政部 去跟所有的代表會 大家先去溝通清楚 這樣不然的話 以後每個代表會都 要求你要補助他一大筆錢 你反而會造成這個資源的浪費 我是這樣子的看法 好 那個徐永 其實跟紅綠這邊沒有衝突啦 結果我也是認為說 其實不同層級的議會 有些資源比較多 很多政策也影響蠻大的 其實直播 那比如說不同層級的 你要求是不要那麼多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我是比較期待說 內政部的這個準則草案 如果比較明確 那能涵蓋我們之前 為什麼我把它定出來 就是希望能把這些放進去 國書的草案是 定一個方向 那可是內容大部分 都由內政部來定 那所以我只是說 如果用併案送出 反正內政部草案如果出來 也能涵蓋 那時候我們就不一定要堅持 這個算是給一個期待在那裡 因為按照送來資料其實 除了文會比較少直播之外 其實像大會啦 然後很多其實在幾個縣市議會 其實都有啦 其實要做一定的要求 是有一定的基礎啦 不會說立刻要他們付出很大的成本 好 那個請劉十方委員 我聽了一下 我覺得大部分的意見都一樣 我們都希望公開透明啦 所以可以不用再特別討論 現在是要用誰的這個提案的版本 那剛剛許有明 我有特別提到說 很希望那個內政部啊 可以在朝野黨團協商的時候 提出他的準則嘛 那這個應該可以在 我們要通過提案 條文提案的時候 做一下附帶的決議 我想他們可以盡量做到 那因為為了簡化 然後讓那個內政部 比較多的這個授權的空間 準則是內政部來定的話 其實可以把許永明委員 所提到的 包括是什麼 這個全程轉播啦 等等這些 就把它定進去 那你先看到這個準則以後 再來處理 所以我建議說 是不是讓那個內政部 有比較大的空間 就採用黃國書委員 那剛剛修正一個文字通過這樣 謝謝 好 那請問那個在場 我們本委員會的委員 那是不是 照劉士方委員 剛剛講的 我們就採用黃國書委員的 就 依照那個內政部講的這個部分 規程把它改成規則 那就照修正後通過啦 我只是詢問啦 就是說比較完整的規則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看得到 因為 搞不好我們會期待說 年底選以前讓他過嘛 好 那這之前 你們會不會有一定的時程 還會朝野協商 不會 不會那麼順 來 那個次長 再答譜一下 我們會儘快啦 因為一般其實我們定職法 是母法通過之後 我們才開始定職法 而不是 先定職法再過母法 所以說這裡面有一些 我們 所以說我想我們會儘快 我們儘快來處理 當然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在今年內 我們會儘快把它做完 好不好 那就請委員多支持 謝謝 好 那就照劉士方委員 剛剛講的 修正後通過 好 那 來 我們現在宣讀附帶決議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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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謝謝鄭天財委員 我們剛剛講到把這個地方議會 這個議會自改成地方立法機關 可以,好,那就照修正後通過 好,等一下,等一下 好,那個也拿給鄭天財委員連署 好,謝謝鄭委員 好,來,接下來 地方制度法徵定第54條之1條文查案 變案審查玩具,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本案需不需黨團協商 請問各位委員,要不要黨團協商 來,要不要黨團協商 要齁,好,那我們最後黨團協商 請推派一位委員,於院會討論本案時做補充說明 好,謝謝 推派洪委員中意,於院會討論本案時做補充說明 好,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兩案,請宣讀 第一案,建請內政部於兩個月內就地方民意代表無法實職履行 職權提出明確定義 並針對地方制度法中出席定期會制定具體執行辦法及監督措施 委員劉士芳等三人 第二案,請內政部於101年迄今歷次舉辦地方制度法有關婦女保障制度檢討庭會及公聽會之結論 於本會期內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 將婦女保障名額改為性別比例原則並提高性別比例 委員游美女等三人,宣讀完畢 好,那個請,哎,那個市長 報告主席,有關於第二案的部分是不是建議 就是有關於那個劉雙委員三人提案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 好,那個是第一案吧,第一案 然後這個就是說最後的那一行並針對地方制度法中出席定期會提出處理方案評估報告 就文字修正吧 好,沒有問題,這兩個 是不是再唸一次齁,你在劉雙方委員的部分就是改成,兩個月改成三個月嘛 是,然後再來 然後最後一句話,出席定期會後面改成提出處理方案評估報告 提出處理方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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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是不是照劉雙委員這樣子可以齁 好,等一下,那個鄭天才委員 這個,我是建議啊,這個劉雙委員是不是不要指名道姓啊 我說那個提案啊,就是先獲傳出苗栗縣議會及澎湖縣議會民意代表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說把那個議長的名字 就不要寫名字 好,謝謝,你很細心 那我同意就是苗栗縣議會及澎湖縣議會議員因重病這樣子,好嗎 我沒有意見,好,謝謝 好,那個齁,就是第一行的部分就是用苗栗縣議會、澎湖縣議會 有議員啦,因重病這樣子 苗栗縣議會、澎湖縣議會有議員因重病,這樣子大家可以接受 然後再來就是兩個月改成三個月,再來就是最後提出這個 提出處理方案評估報告 好,那就照修正後的通過,好,謝謝,那第二案 第二案,剛剛有委員質詢的時候,我們市長已經答應就是下個選後就那個嘛 你是不是建議把那個本會期內改成第九屆第七會期內 我們就下,就是選後之後那個會期,我們就提出來 第九屆第七會期 沒有啦,你三個月就三個月啊 不是 本來是現在第二案 喔喔喔喔 劉委員,你會已經修正好了,現在在說優委員的第二案 本年內,反正你那個11月就選完了啊 於本瓜,107年內 於今年內,已經,於本,蛤 價格會期 各位,價格會期就選完,剩下時間非常短 其實,我們現在那個房 必須要提前作業,都會干擾 可不可以讓我們就再多一個會期 拜託委員 第七,第七 可以嗎,優委員這樣可以啦 時間沒有差很多啦 給他們充裕的時間 於第九屆第七會期內 好不好,這樣可以 好,優委員這樣可以 好,謝謝各位 好,現在上會 謝謝啊 我已經來了,我再增加 謝謝 謝謝 今天九點 還有一張啊,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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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啊 這張啊 有張啊,中間 有張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